暴定 什麼 不是第一印象 就是譬如說我覺得這個人很瘦 他可能吃得比較少 這是一種第一印象 或者像我看起來吃很多 是不是這意思 我不好意思講 我吃很好這樣 你已經講了 我前幾天有經過 冠軍師馬拉松 我就去三年了 不過我不是去跑 我在終點煮麵給大家吃 我自己一求的時候 你們笑聲要笑一點 我已經很不好意思了 好 那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要下去跑 消耗一下熱烈 現在誰還 我都把他用那個 你冷靜了 還冷靜 肚子緊了 吃油葛就把肚子的腸菌養好的話 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這個 下 夜配 大概是誰就你置入的 我選個六六大順好了 我想要選六樓之六 疑性很可怕 我這隻六很爛耶 七樓之五 你不要打好了 可以選嗎 可以啊 我們下禮拜一有錄影 你再過來 好不好 圓民新功率 住戶請就位 歡迎光臨 財富大樓 還有 小燕麗 嗨 嗨 嗨 翻牆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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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尊貴的住戶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這棟財富大樓的官委會的新任主委曾穆春 剛看到他大家這樣反抵國門啊 那個幸福喜悅的表情 我完全非常的忌妒 因為我們很久沒有享受到出國的樂趣了 今天還有 哇喔 熊熊姐為什麼沒有在飛機上把它升下來呢 還沒進月 還沒逐月 CP值是這個年頭消費的重要指標 就連投資 旅行或者身體 保健 娛樂 消遣都得精算 如果花最少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幸福感的回饋 今天我們的大玩家們會一一的跟大家來分享 介紹第一位 騷生活的營養師 范范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第二位 爵士歌手的藥師喔 簡世美 歡迎 大家好 第三位 爆駕天王的市場分析師 林信婦姐姐 大家好 歡迎 幸福的準媽咪 還沒有逐月的熊熊 哈囉 到哪兒都在地的玩家 李 嗨 五星級旅遊專家 波蘭 哈囉 哈囉 第一次有孕婦參加 這個 好孕到 好孕到 Lucky 希望這個母子平安 母女 母女平安 來 母女平安 今天呢 這個我們的這個報駕天王 林信婦仙人 這位分析師要來宣傳他的新作品 來 是 兩位主持人好 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這是我的新書 這個超省力散戶投資書 那這本書呢 它涵蓋的範圍比較廣 從總體經濟 技術分析 還有籌碼面 還有這個基本分析 就是希望用面面俱到的方式 給我們的散戶投資人 希望成為它最好的一本入門書 或者說你已經操作股市幾年了 但是呢一直覺得自己的績效起伏不定 那裡面說不定有一些不錯的方式 或說一些不錯的一些建議 也可以提供給你做參考 謝謝 所以這本書說到大家喜歡 謝謝 好 我們會有一些是殿堂級的大獎 要讓我們的這個 官員會最高層級的主任秘書 蔡主蜜 我都貫稱它蔡主蜜 來告訴大家 有哪些殿堂級的大獎 來介紹一下 好 各位尊貴的居戶在這題當中 我們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含了鋁美合金 旅行箱 跟名畫雙面拼圖組 智慧投影機 推推閨密機 還有澳門銀河三日遊 希望大家用你的智力換取財力 智慧大波就是你 第一回合 一分三十秒大獎時間 總智慧性比一共有十五萬 哇 第一回合一字開箱 蔡主蜜 請主題 今天來教授女性青睞的理財方式 為買房還是股票 請下拿 哇 是我嗎 是你爸 是你媽 熊熊姐 來 答案是 股票 女性對買房不喜歡 不是 因為 就是現在經濟不景氣啊 買房子 因為我自己是完全不會投資 然後開始投入股票 那買房子我覺得還需要一段時間 那股票它算是跟買房比起來 算是比較好入手的 因為我可能金額很低 我也可以就是入場試試看 妳不用準備個什麼幾十萬 妳只要幾萬塊就可以 因為買房子起碼就是要 一筆大額的消費一樣 OK 感覺啦 因為我自己是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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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腳 漂亮 請選擇 我一直對八樓之一很有興趣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感覺 水塔邊我也很喜歡它 對 但它最近起伏不定 真的嗎 不是很高就是很少 感覺又發 然後又第一次的感覺 就它了啦 妳忙妳了 開囉 開了 準備開箱 拜託 一萬元 八樓之一 把握幾位很好玩的各位 第二題請出題 如果出國旅遊想省錢 建議可以提早安排機場停車 還是買機票 請就拿 沒有 撿書餅 是我嗎 撿書餅 來 買機票 但買機票得也找對時間 因為不來真的跟我們分享 沒錯 因為是剛過完年之後買 對 我記得妳跟我講是二三月的時代 三月左右 三月 你看我一直放在心上 真的 難怪我請 買機票 請介紹 布萊恩 什麼 什麼 這機票是以出發的時間為主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是週五或週末的機票 肯定比較貴嘛 那通常呢 如果你出發的時間 可以落在週一 週二 那大概這個機票的價格 會便宜一個15到25% 同時呢 雖然大家會覺得說 買機票有早鳥優惠 可是有時候 如果你到前一天才買 航空公司可能要清票 這個時候呢 也會有一些優惠 是有機會出現的 但是啊 停車喔 其實呢 也是要看各家信用卡 不同的標準 不過呢 你越早來預訂的話呢 也有機會 可以得到更好 更優惠的證控 請主持人 想擺脫隱性貧窮 建議要時常整理發票 還是多用電子支付 請下輪 哇 妳好準喔 太厲害了 雄雄 雄雄姐 來 答案 我都留下 多用電子支付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啦 因為就是感覺好像 你賺了很多錢 可是因為如果你沒有理財 你整理發票其實沒有用 因為你用電子支付 你可以知道我這個月花了多少 因為它那個是很清楚的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大概多消費了什麼地方 在哪裡這樣 你就可以控制你的 只是整理機 只是整理你的消費帳單 還是不夠的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容易不見 而且電子支付有回饋 對 還有回饋啊 還有什麼就是會送你一些 紅利基點啊 多用電子支付嗎 現在誰還整理發票 都嘛 用那個掃碼 我不是 你在騙人的吧 你冷靜 冷靜 排氣 排氣 肚子緊了 好 隱性貧窮呢 就是啊 你一直想維持在一個 中產階級的生活 反而有時候呢 會不小心沒有把錢 花在刀口上 花太多錢造成負債 所以要提醒大家 有一些方法可以避免 第一個呢 就是你可以時常整理發票 比如說呢 你會不小心 你每個月的發票 這當然是你的消費紀錄 你可以一一把它羅列出來 然後看哪些東西 其實好像沒有必要買耶 你其實呢 比較能夠再重新審視 你在最近的所有的消費行為 而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常常會以為呢 有折扣 所以我要趕快去買東西 才能夠搶到便宜 但是呢 往往有時候這個折扣品 買回家囤貨 你也沒有要用到 那所以呢 好像買到便宜 但其實你多花了這筆錢出去 而第三點是 的確電子支付非常的方便 可是你知道嗎 有時候為了省錢 我們會故意在自己的錢包裡頭 現金不要放太多 那你已經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來管控自己的消費 可是你又會覺得說 反正我去哪裡 我都可以用這個電子掃碼支付啊 就會不知不覺任何東西 你看了就掃 就會花更多的錢 最初選擇 想要降低出國旅遊 水土不服的發生率 可以多吃優格 還是多噴酒精 請選擇 李懿 是我耶 可以選了嗎 快點 趕快選 你先答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多吃優格 酒精不是消毒的嗎 酒精膠肚子消毒在我們 可能手上或幹什麼 而且你可能沒有辦法 無時無刻噴酒精 但優格它是有一些好菌的 所以如果可能 你當地的食物 你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或是很容易拉肚子的話 其實你多吃優格 就把肚子的腸菌養好的話 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這個 這個優格 三入九十九 三入 大概是誰叫你置入的 置入透明的也不行 差不多 所以要是這個喔 請問你瘋了嗎 你現在 這都跑馬燈應該是這個位置 請揭曉 當然 有些人出國很容易水土不服 或者是容易起一些疹子 或腸胃不適 要告訴大家喔 你可以在出國前一個禮拜 就開始先吃益生菌 然後呢 增加自己腸胃道裡頭的好菌 而到了當地之後呢 你也可以吃它的優格啊 優酪乳啊 也是增加一些益菌 並且呢 你可以呢 先買這個當地的礦泉水來飲用 去習慣它的水土的這些東西 同時呢 在吃東西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柔軟啊 容易消化的啊 先潛藏即止 然後呢 不要一開始就去吃太重口味的 慢慢地逐步地 融入當地的環境 智慧心病請選 今天要選個六六大順好了 我想要選六樓之六 可以...感覺就很幸運 迷信很可怕 真的嗎 選六樓之六 都是因為六樓之六 真的嗎 準備開箱 妳看 妳看 六樓之六很爛耶 很爛耶 帳單 誰的啦 會不會是很貴的帳單 謝謝妳收到了 犯犯小姐的帳單 天啊 犯犯小姐是花很多錢 沒有...還好 我這麼熟 跟朋友吃餐酒館 五千零七十一 還可以 五千多算點得少的耶 對啊 會不會只有他一個人 有開...吃的人少 吃的人少 吃的人少啊 對 吃的人少 李懿妳不熟吧 不熟 從今天開始可以熟 她是個可以生 她是個可以生交的好朋友 好的 我請妳吃飯 她是我長胸部的哥們 妳知道嗎 長胸部 謝謝妳說我有胸部耶 正面... 請出下一題 投資奏略的心法 多算勝 少算不勝 這是出自於戰國策 黑市孫子兵法 請進來 林姓傅同學 終於猜到一個 孫子兵法 幫我講案 請揭曉 GO 專業 好 這多算勝 少算不勝 這個算呢 說的就是運籌帷幄的謀略 所以呢 當你要投資的時候呢 你也其實要多了解各方的資訊 你才能夠多做比較 多做分析 多思考過後呢 才能夠找出最正確的一個方向 林同學 好 林姓傅 我挑七樓之三 來 準備開箱 進錢了 小憲 運氣不錯 運氣不錯 感謝... 請出下一題 吃火鍋 若要吃加工的肉品 建議海鮮還是芭樂 不要同時吃 請下拿 是我 李憶 我看一下喔 加工肉品喔 三 二 海鮮 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吃芭樂 芭樂 不是很常當飯後水果嗎 請揭曉 小憲 小憲 好 要跟大家說 如果我們吃很多的這個加工肉品呢 裡頭就有亞硝酸鹽 那如果海鮮呢 又吃了這個一起下去的話呢 它裡頭有胺類 所以就會跟它互相結合 就會產生亞硝酸胺 這類的毒素出來 所以當然就是比較不適合同時混吃的 那所以呢 即使我們可以多吃芭樂 之類有維生素C的水果 另外它可以盡量去排除掉 這個亞硝酸鹽跟鞍類的結合喔 來 請選擇 趕快硝酸鹽 五樓之四 加油 準備開箱 也可以 來了 來了 有一些不符合物價的數值 用百塊 還有47秒 各位親愛的朋友 好 請租下禮 入到秘魯這樣的高地環境來旅遊 當地人他們會喝谷柯茶的原因 是為了要保暖身體 還是要緩解高山症 請搶拿 又是你的 好準喔 李小儀 這個你應該知道吧 來 李 緩解高山症 為什麼可以 因為我去過啊 它那裡都是喝谷柯茶 它也才剛回來而已 對 會剛回來 就每一個飯店的房間裡面 都會放谷柯葉 讓你自己去泡 然後包括還有谷柯巧克力 因為它秘魯很多今年都是 3000 4000 5000公尺 請揭曉 好 其實在安利斯山拜 他們呢 用這個骨科葉 來緩解高山症 已經有5000多年的歷史了 那主要的原因呢 是這個骨科葉 它其實有提神啊 還有呢這個抗肌啊 跟治療的作用 也可以幫助緩解高山症的不治 那特別是呢 骨科葉它甚至啊 還是有這個麻藥的用途存在的 那基本上呢 到高海拔地區 我們一定都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呢 它的這個太高海拔 所以很容易會造成肺水腫啊 腦水腫啊 一些容易會有致死的風險 所以呢 除了可以去喝一些骨科葉的茶 或者是呢 嚼食骨科葉之外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多補充一些 碳水化合物 因為相較於油脂來講喔 碳水化合物 它會 在這個代謝的時候 需要比較少的氧氣 可以盡量避免 我們在高山上 已經有氧氣不足的 這樣的一個困擾 B呢 好好選擇 加油 七樓之五 準備開箱 天啊 你不要打好了 我打 你不要打 你不要打 恭喜你抽到 對不起 你們看起來很敗家 看起來很敗家 貓咪見檢啊 對 那很貴耶 好貴的 八千八百五十五 那很貴 你看他六百然後 你已經付了一萬多塊 一萬四 加油了 繼續下一題 紅牌的重型機車可以上國道 還是停在機車的停車閣 請就拿 過來 終於 來 可以停機車停車閣 蛤 這題是送分送慘了 目前並沒有機車可以上國道 這不是送分送慘了嗎 對不對 只能上快速道路而已嘛 對 請你揭曉 可以上國道 好 就是根據交通道路管理處罰條例 在101年的7月的時候 是有通過可以讓紅牌的大型的 這個重型機車 就是五百五十CC以上的重型機車 是可以上國道 但是後來因為實在是太多的 這個民眾抗議了 認為重機如果上國道的話 會影響到交通 所以後來只有國三甲呢 是有開放通行的 那另外也要提醒 在這紅牌的大型重機呢 它只能必須要停在汽車的停車閣裡頭 還有大概三題喔 來 請出禮 喝紅酒前溫軟木塞 可以用來判斷釀造的香木桶 還是確認是否變質 請下答 范范 有去餐酒館的范范 確認是否變質 確認變質的問題 對不對 是 請揭曉 真的有在餐酒館不錯 好 雖然呢溫軟木塞 好像在餐桌椅里 上面看起來 並不是這麼的優雅得體 但的確喔 它比起呢 直接去平飲的時候呢 喝到酸掉的紅酒 它溫軟木塞 如果已經有怪怪的味道的時候呢 其實多半這個紅酒的品質 就已經出現了問題 所以呢 做這樣的一個動作呢 也能夠確保這個賓客 在喝到這個酒的時候呢 可以再雙重檢查一下 范范姐 請請 我喜歡三十八 所以我要八樓之三 準備開箱 賬單棒棒棒棒 這比獎金還好抽的感覺 真的耶 怎麼這麼多賬單 已經賺成了吧 賬單太多 應該有放十五個左右吧 你抽到熊熊姐的賬單 我是便宜的 在日本 雪靴知名品牌買了一雙鞋子 兩萬元 日幣 日幣 四千 我是小資女啦 放心 四千 你只是個子小資而已 我是小資女 對 沒有這樣子勸說的 請 住下一題 荷蘭的國民在荷蘭語當中 是指滴地還是蛙地 請請拿 你不是說不要搶嗎 忍不住 對... 我怕我抽到賬單 滴地 滴地國嘛 為什麼是蛙地 請揭曉 好 的確 他們現在的名字 不叫Holland 因為Holland 它其實是在荷蘭 一個當地的一個 比較經濟重鎮繁榮的地方 但是因為Holland 直接是菜有名了 所以到後來 大家就會直接把 它當成是荷蘭的國民 所以其實荷蘭 後來有再證明了一下 他們說他們是 Kingdom of Netherland 所以它其實是 這個尼蘭德 這樣才對 那這個呢 荷蘭呢 它其實啊 終身都在跟水爭地 因為他們其實是 一個低地國 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國土呢 都是在這個海平面之下 因此他們有風車 就是為了呢 要把水給排出去 要與海爭地 感人啊 解酥餅 加油 頂樓加蓋 八樓之六 葬單 它會不會是鐵皮 會不會是鐵皮 你已經說葬單了 葬單 不用了 準備開箱 不可能 紅色的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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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題 好 請 請住下一題 左是嘴唇 想吃甜食 可能是身體缺乏能量 黑石鐵質 請個拿 準啊 來 熊 但是應該是能量吧 能量 對啊 因為缺乏甜食 不就是 就是你身體沒有熱量 才會想吃甜的東西 就像爬山 不是都準備巧克力 什麼的嗎 對 能量還很太合理 對啊 請揭曉 就這麼合理 就這麼合理 對 我們想太多了 好 其實那嘴唇 不一定是真的 我們的胃裡頭很空 肚子餓 但是其實呢 有可能是因為呢 我們的這個大腦神經有關 有時候呢 當我們覺得體內能量不足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想要吃一點甜食 來補充能量 這也是一個很正常的反應 所以嘴唇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去克制它 請選擇 盪單對不對 不要 六樓之四 好了 準備開箱 不會吧 兩千元 OK 應該就剩一題了 親愛的朋友 好呢 好緊張 我都留手 請助理 天了 好想賴床喔 研究顯示 是多個鬧鐘才能醒 還是一個鬧鐘就清醒的人 比較不容易疲倦 請教導 范范姐 一個鬧鐘就清醒的人 比較不容易疲倦 會嗎 因為如果你多個鬧鐘醒 你好不容易大腦子清醒之後 再去睡 它並沒有把你真正的喚醒 腦波又回去到時候睡了好波 但有點太深 所以一個鬧鐘就 一個鬧鐘就清醒的人 直接醒來是最清醒的 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吧 我還是知道的 請介紹 非常好 好 通常一個睡眠之後 其實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之間 那我們才能夠從一個 比較淺層的睡眠 進入到深層睡眠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當我們的 都還沒有進入到深層睡眠 就被打斷 然後又要重新培養 進去深層睡眠 它其實是更耗費精力的 所以其實你訂很多個鬧鐘 反而會讓你一直不斷地 從睡夢當中被驚醒 然後又要再進去 所以在醒來之後 會更加地昏昏欲睡 比較好的做法 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賴床 你就是第一個鬧鐘 想了以後 你人是醒的 可以躺在被窩裡頭 然後你可以伸展一下筋骨 伸伸懶腰 可是你不要再讓自己睡回去 如果你要睡回去的話 那真的是會更累 沒有 來 芬芬姐 最後一題了 請選擇 五三 五樓之三 應該有什麼原因吧 是吧 想鬆一下 鬆一下 對 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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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芬姐 有點意思喔 芬芬這個 準備開箱 三千元 三千元 還是負債 來 六家的獎金報告一下 第一個分敗 負一千三百六十八元 檢素餅七千元 林姓富九千 熊熊一萬二 李懿 負的一萬三千三百二十一元 領先的兩個 就在中間這兩位 熊熊 林姓富 掌聲鼓勵 歡迎各位親愛的祝福 來到了第二回合 我們現在 貧富懸殊差距 有兩萬五千塊以上 也不要說誰跟誰了 這一回合 一樣是一分三十秒的 答題時間 但是智慧新面 來到了二十萬 所以待會兒 你會很有感覺的 拿到一些實質的成長 我們準備出發了 第二回合 一致開箱 蔡主秘請主題 英尼也有面具物 其特色是與宗教無關 還是面具比人高 請就答 這要去過才知道耶 這很難的 是面具比人高 比人高的面具 要怎麼戴呢 用牙齒喔 真的喔 你看 牙齒啦 牙齒啦 他去回來 你真的是繞著地球跑耶 真的耶 地球的孩子 不要宣傳那麼久以前的節目 那為什麼只有你知道呢 為什麼會知道 他那邊是 一個特色 他是拿牙齒咬住那個面具 然後那個面具超高 人還可以坐在那個面具上面 天啊 然後把人整個這樣抬起來 他用牙齒咬 然後還要頂人 對 他用牙齒好強壯喔 牙齒很強壯 什麼啦 熊熊怎麼了 牙齒很堅固耶 你會因為這樣想嫁給印尼人嗎 你要不要冷靜一點 牙齒強壯用什麼啦 他想問他用什麼牙膏吧 對啊 沒有牙周病什麼的 面具比人高 請揭曉 真是的 好 在印尼他們有一種 火面孔雀 雨灌舞喔 那他基本上會用呢 這個比較兇猛的這個野獸 比如像老虎 來做這個面具 然後呢 他上面還會插了孔雀的羽毛 所以基本上啊 他會有到兩尺高 而且他的重量高達60公斤 那跳舞的這些舞者 他還必須要用嘴巴咬住 這個面具裡頭 有一根小木桿 然後來進行跳舞 所以其實呢 真的是一種還滿厲害的 傳統藝術表演 這麼高耶 兩百 而且他咬的面具 還可以下腰耶 好強喔 他下腰 然後再這樣起來 超強的 來 李小儀請選擇 加油 馬上就脫平了 脫平 脫平 兩萬大概有四個喔 兩萬以上的 哇 那我可能那麼衰啦 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你現在的心情是吧 對啊 要氣死啊 氣死 氣死啊 我要氣死 很費開箱 不可能還有帳單吧 五千五十 終於靠了一點 恭喜你離泛泛越越近了 好 再出 下禮 根據秘理師分享的 招財秘方 平日家中應該要多擺花 還是多開窗 請搶拿 熊熊 好強耶 應該是多開窗吧 因為多擺花感覺應該是 招桃花吧 跟招財應該沒什麼關係 開窗就是讓那個 陽光灑進來啊 就是感覺好像 吸收日月精華 炭極啊 開窗前不會走嗎 對啊 七 不管了 請揭曉 多擺 好 掌聲鼓勵 好 陽光和空氣呢 它就是生命之粉 所以如果你住的一個環境 它是非常陰暗 潮濕 當然就不可能會有財富進來 所以一定要讓空氣流通 打開窗 陽光照進來的話 才能夠讓你財源滾滾 那當然在這個家中 也可以多種一些植物 盆塞 比如呢 金銜樹 富貴族 其實也都很不錯 家裡呢 擺的花 看這個花的種類 擺的方位 也都會帶來不一樣的一些功效 滿好的 來 好 五樓之二 手氣應該怎麼感覺 感覺國愛 我覺得帶了一個孩子特別好 對啊 準備開箱 六百 不是 怎麼會這麼改呢 不是應該丟錢嗎 有錢就好 有錢就好 我們有一兩個低於一千塊的 怎麼會這樣子呢 再出 下一個 美國國慶日 每年都會舉辦漢堡 還是熱狗堡的大胃王比賽 請請啦 范范姐 熱狗堡 應該都看過這個 對 漢堡比較少見 我很喜歡看這個比賽 為什麼呢 因為沒辦法吃這麼多 讓人家吃 好飽 好飽 開心喔 熱狗堡嗎 請記住 好 這個在1972年的時候呢 第一次開始舉行喔 那後來呢 就一直行之有年 持續到了現在 那他會在每年五六月的時候呢 就開始進行出賽 一直到國慶日當天 7月4號的時候呢 來進行決賽 你知道嗎 這個大胃王喔 他已經產列了好多年了 而且呢 這名男子啊 已經拿過了15座的冠軍 他保持的紀錄呢 是在2021年的時候 他一個人都吃了 76個熱狗堡 好強 他還活著耶 10分鐘耶 好厲害喔 16個 來 范范姐 來個 準備脫皮 73 73 21 不管 721 就這樣了 你剛剛上節目前有喝嗎 沒有 沒有 我今天沒喝 7 3 這4 準備開箱 好強喔 嗨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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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生完是不是 對 剛剛生完五個月 請出下一題 請搶答 解酥餅 入境隨俗 請搶答 解酥餅 入境隨俗 請這腳 就應該要跟他們表現得一樣 解酥餅 來 那就八樓之三 準備開箱 鄰居幫幫忙 還剛講完馬上 鄰居怎麼了 鄰居快幫忙 鄰居要幫什麼 需要什麼 金色的 本社區有許多愛旅遊的住戶 為了讓大家到國外呢 仍舊可以保持腸道健康 管理會特意準備 每人一杯優酪乳 從腸道義俱請喝 很棒啊 好棒喔 真的假的 來 特別準備 謝謝管理會 不會是什麼特製的 裡面加什麼5M吧 然後猜哪一個人喝到 是剛剛那個 空氣的優格 對 謝謝 我覺得我剛剛拿出來的是這個 謝謝 因為今天都是旅遊專家 會有國際觀的住戶們 祝你們往後旅遊平安 乾杯 謝謝 好好喝喔 沒有好好喝 好好喝 熊熊 實際叫你乾杯的 好喝 不能乾杯嗎 我有點渴 我就要喝 我沒有喝 都乾杯 但是這個就沒有錢了 就這樣 沒賺錢 就這樣 是這樣嗎 有很好的肠味道 你就可以去算這個問題 健康五價 健康五價 對啊 好 再出下一題 懷孕之後期要注意 手腳冰冷 黑市下肢水腫 請搶答 怎麼不是 點酥餅 下肢水腫 對啊 這下乾燥 因為循環變不好了 寶寶越來越大壓到了 這題就要問熊熊本人了 現在就是後期 對啊我現在就是後期 但是我現在還算是 我現在還沒有水腫 你多幾公斤了 八 十公斤了吧 六公斤 才六公斤而已 厲害 我控制得很好 非常好 老棒 下肢水腫 請介紹 好 因為在訓運過後 其實體內的濕氣會變重 同時呢 我們的這個血液當中 也因為這個 血容量變多 血管擴張 也會有更多的水分 進入到血液 那再加上肚子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下肢的血液 要回流回來 也變得比較困難 所以孕麻咪們呢 真的比較容易在下這個 懷孕的中後期的時候 產生一些下肢水腫的狀況 建議大家呢 可以多抬腳啊 然後少吃這些高油高鈉的食物啊 都是可以比較避免水腫的 六樓之舞 六樓之舞 請開箱 一萬六樓之舞 一萬六 四樓之舞 太好了 起碼還有個七題左右吧 好 請出下一題 請唱答 說分送產了吧 喜歡喝果汁 因為果汁的糖分其實很高 所以沒事盡量 所以減肥 很多那減肥三樓都會說 不要喝果汁 你可以吃水果 但是也不能吃高糖分的水果 請揭曉 我以為是水果耶 我以為是水果 好 因為呢 酒它其實呢 裡頭啊 這個糖的含量跟熱量的含量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呢 只要你喝酒 小酌呢 也都容易發胖 而在唐世代的這些飲食習慣當中呢 除了喜歡小酌之外呢 還有每週至少會喝三次的手搖飲料 已經每兩天呢 就會忍不住想要吃一點甜點啊 下午茶啊 還有喔 在我們吃的食物當中 有一個東西 你會看不出它有糖 它其實有 就是勾芡的料理 因為它裡頭呢 就放了很大量的這一些 太白粉啊 這些東西 羹湯之類的啊 它其實也都會增加我們的熱量 讓我們一時發胖 好 可惜啊 崇祐 真的 你代大家受過了 因為我們任何人選都會選果汁啊 對啊 還有四十五秒 請出下一題 冷凍湯圓應該要退冰再煮 還是直接煮比較不容易破 請搶答 好準喔 小小 直接煮 不用退冰喔 不用退冰 直接煮比較不容易破 因為好像那個水餃也是一樣的概念 對 好像是 雖然我不會煮這種東西 跟誰一樣的概念 水餃好像是 水餃跟湯圓是一樣的概念 好像是 因為雖然我不會煮 但印象中好像是 直接煮比較不容易 妳遲早會煮的 對 借你借腳 對 為什麼直接煮 好 如果你買的是冷藏的湯圓 它本來就沒有結冰過 那你拿回來的時候就可以直接煮 但如果你是買冷凍的湯圓的話呢 你千萬不要退冰喔 因為在退冰的過程呢 這個湯圓就很容易會裂開了 因此呢 買冷凍的湯圓 煮的訣竅呢 就是要滾水下鍋 然後轉小火煮 煮個五到八分鐘 那它就是會最好吃 最Q彈的這個狀態 請 請 對 我答對耶 我還沒選耶 我不相信 好 我再向一進一次 來 請用來 準備 好 我要選五樓之舞 再給五樓一次機會 再沒有我等一下就不選五樓了 等一下也沒有妳了 等一下 好樂觀喔 五樓之舞 準備開箱 五樓的很爛耶 你們都不要選五樓喔 五樓住會很強 五樓住會很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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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樓不要住耶 所以才第一樓層啊 真的很不OK耶 選八樓啦 我們一千以下的 就兩個就被你抽掉了 你真了不起耶 五樓住戶啊 五樓住戶啊 五樓住戶 來 再出一下你 古代曾經靠摸彩的方式 向人民募集資金來修建的是 羅馬競技場 黑市萬里長城 請想答 結束嗎 羅馬競技場 沒有聽過中國有在摸彩的喔 沒有 我們摸魚的比較多 摸彩的比較少 請揭曉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我也很喜歡競技場耶 我問你什麼 你在摸彩啊 好 這個摸彩的 其實就是像現在的這些 彩券一樣啦 那萬里長城呢 他從這個晴漢的時候呢 開始修建 一剛開始呢是非常的簡略的 所以他是幹了 非常非常多年的時間 而且逐步的讓他完工 那因為當時啊 在這個軍中啊 他其實呢 軍響也非常的短缺 那大家又要來募集這個資金 來蓋長城 其實是有一點困難 所以他們就用了像是現在 我們在講樂透的這些彩券 那當時的這個彩券呢 就叫做白鴿票 而這個白鴿票呢 就一直流傳到清朝喔 都變得非常的盛行喔 那為什麼叫做白鴿票呢 就是我們現在在買那些什麼 大樂透啊 或者是呢這個威力財啊 它是不是都會有那個獎號出來 那那個時候沒有機器嘛 他們就做了呢 80個號碼 然後呢 用白鴿去嫌出裡面的20個 來做為最後這個對獎的基準 29秒 接住起來 吃百香果的時候 如果想要獲取更多的營養 建議喔 這個籽是要攪碎再吞下 還是不咬 直接吞 請看答案 剪蘇餅 妳看 我還以後拿錯了 鑰匙喔 妳不能錯喔 鑰匙 咬碎再吞下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要咬碎嗎 我都咬碎 我也... 我很喜歡咬碎 個人是喜歡 請揭曉 真的喔 好 百香果 它其實呢 很多的這個澱粉啊 蛋白質的營養成分 都在它的籽裡頭 所以呢 如果你不咬碎的話呢 它就沒有辦法去進行吸收 因為籽還挺硬的喔 因此呢 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的方式呢 乾脆用果汁炸汁機 就能夠把它這個倒碎 那它呢 在咬碎之後啊 它的籽是會比較酸一點 所以可以適度的加一點蜂蜜 去做調味 來 請抽 我還是要八樓之六 頂樓加蓋 往高處走 準備開箱 九千四 還可以... 基本上已經賭定晉級了 什麼 已經賭定晉級了 還有二十一秒 大概剩兩題囉 請出題 台灣股票市場外資 被期貨市場歸類在自然人 還是法人的群體 請向答 布萊恩 結果你最近不會 不會 答案是法人 法人是外人嘛 對 外資 自然才是本國人嘛 是喔 很像是吧 來 請揭曉 好 自然人呢 就是一般人包含了你我他 這一些呢 在股票市場裡頭買賣的人喔 也是包含了很多的散戶 都算是自然人 那我們常常在這個股票名詞當中呢 聽到三大法人 究竟是哪三大 就是外資 自營商 以及投信 來 脫平了 五樓之一 叫你不要選五樓 你都選 因為... 都被選走了 隨的都被你選走了 真的嗎 因為這麼低旁邊應該要給高的 要平衡一下 準備開箱 還好 好 六千 六千六百元 好險不是六百六 不然真的正常 現場只有李懿目前一個人很難 我覺得我打很多題耶 真的 他很... 他參與感很強耶 他都打力 都打對耶 然後解釋 還有什麼咬那個字 沒有 你剛才互動的比例是高的 然後很多的題目旅遊的 你也聊 可是都不是你在打 是你在... 你補充的比較多 你知道吧 不錯啦 李懿 OK的 哥們... 哥們 你可以的哥們 請出這裡 若要避免玻璃杯破掉 裝熱飲應該要用厚的玻璃杯 還是薄的玻璃杯來盛裝呢 請搶答 李懿 我不會翻身 我搶什麼打 對啊 你幹嘛 我讓給熊熊 沒有讓的... 裡面有一個三萬的耶 真的 那可以翻身喔 這加油 這厚的吧 對啊 裝熱飲一定是厚的啊 很合理了吧 這很合理 厚的 厚的嗎 厚的啊 不是吐司喔 你要厚的嗎 可以吐司 裝熱飲厚的啊 薄的很容易破耶 對啊 現在不是要做那個雙層杯 而且你去外面喝喝飲料的時候 他不是會給你馬克杯 馬克杯就是比較厚啊 拿去裝熱飲啊 請介紹 什麼 不會啦 那個上環 你跟他溝通一下 好 因為這個薄的玻璃杯喔 它的這個厚度並沒有很厚 所以呢 因此它的熱傳導呢 很快就會到外壁去 基本上呢 它整個的這個溫度 並不會有太大的一個溫差存在 但是厚的玻璃杯呢 內部可能接觸到了 這個非常燙的滾水 但是外部啊 這個空氣很冰涼啊 所以呢 熱帳冷縮 一旦他沒有辦法承受住這種壓力 就會很容易裂開了 可以選嗎 你可以選 可以啊 我們下禮拜一有錄影 你待會兒去報名 我們下禮拜一你再過來 好不好 你會有機會的 好 第二回合結束 最高的三萬兩千是 是 顯酥米 好強喔 然後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一萬的 可惜了 對啊 泛反 這兩星手運 一萬八千六百三十二 恭喜兩位 角度冠軍爭奪賽 恭喜兩位進入到我們的第三回合 冠軍爭奪賽 二十五萬是整個十八個信箱裡面的 總和 平均起來一個在一萬五千塊左右 所以那就是你可以考慮 要不要留下它的原因 三十秒是你們各自答題的時間 但也只能夠保留兩次 你們能夠開箱的金額 贏的人 簡素品 好 你要先答後答 先答 請出題 苦茶又價格較高 取得不易的是 冷壓還是熱炸 冷壓 冷壓 請揭曉 請 請選擇 智慧新幣 決勝局 八樓之二 一個一個都是關鍵 八樓之二 一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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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低甜點 保留還是放棄 保留 保留 我很想拉大貧富差距是不是 保守型投資人 保守型投資人 保留下 不要放棄 不會放棄 來 范范 請出題 請問 地瓜與馬鈴薯 何者是屬於精緻澱粉 馬鈴薯 請揭曉 非常 請選擇 七三 我真的選錯了 七樓之三 七樓之三 準備開箱 是很高還是很低 很多嗎 很高 怎樣 怎樣 三萬元 三萬元 好狂喔 馬上贏 超車的 好刺激喔 那一萬真的是低的耶 最高是三萬嗎 最高是三萬 瞬間超越 倒贏五千 不到幾個 這個差距不超過一萬都很難講 來 加油 解釋物品準備 請助理 刀龍比賽的計算單位 是以數量還是重量計算 數量 請揭曉 因為重量都是一樣的 其選擇 七樓之六 集中在上面 真的 高樓層 七樓之六 九千 你只剩一次保留的機會 這是不可能會留的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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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樓之五 八樓之五 樓上 好強 八樓之五 保留還是放棄 保留 加上去你就掉六萬 你們現在落差就差 不用挖... 差一萬八而已 請助理 在日本騎重機 應該要停機車停車格 還是汽車停車格 汽車停車格 請介紹 完了... 日本的重機挺普遍的 挺普遍 對 他們都騎重機 對... 注意時間喔 還有十三秒 請助理 在日本 計程車顯示銀車 代表空車格搭乘 還是 以被人預約 請介紹 聰明 請選擇 八樓之一 應該是八樓 真的選在水塔邊喔 特別喜歡高樓層 這個尷尬 一萬三千元 王 不能選 五萬六 五萬六也是輸 好 最後一題 加油 請助理 搶在飛機上 我們會聽到Jet Lake 它是指短暫停留 還是時差 時差 請揭曉 一萬八就逆轉了 請選擇 六 拚一下六六 六樓之六 今天的地雷鼓 不信寫 再拚 不信寫 六樓之六 兩萬... 這節目財富大樓到現在 我第一次在這一邊開箱 真的假的 好緊張 好慘 天啊 真的不要選六 真的不要六樓之六 不相信六六 以後都不要看六樓 不要選六樓 六萬一千一百三十二 恭喜三萬五千 全民行公旅 住戶請就位 歡迎光臨 來住大樓 請 謝謝歡迎光臨請 請 歡迎光臨 恭喜... 謝謝 謝謝 好 發完了 來這邊請 各位尊貴的祝福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這一棟財富大樓的 管委會的新任主委 曾慕尊 我們剛剛發了一個蘋果 大家已經看到了 an apple a day keep doctor away 這句話大家都很清楚嘛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都有一顆 每個人都有一顆 這個doctor 為什麼沒有蘋果 他已經有蘋果 所以 我們沒有耳味 我們就結婚了 你看 他們就together 沒有遠離 你們是together forever 對 這樣解釋你喜歡嗎 我也想要耳味一點 不要這樣 我會公說 你未來會更胃 可能有小孩以後 他們的母子連手 你會崩潰的 好不好 但是你有一個大蘋果 也有一個小蘋果 今天一次帶過來 今天特別迎接了這個小生命 我們就有一些感受 當一個小孩誕生的時候 他誕生在這個世界上 猶如天空裡面閃爍的一個 充滿的希望的一個光芒 對不對 像一顆小星星 點亮了整個夜空 全家都為之喜悅著 但是 誕生以後的每一天 都有著新的挑戰 和新的考驗 我告訴你 你要珍惜你現在 目前還單身的最後幾天 其實現場有過來人 有未來人 還有專業人士 大家在等待迎接 新生命的來臨之前 給孕媽咪來一場 完美的生活提案 OK 很棒... 以後這不再是 你們兩人世界了 對啊 請你相信我那個世界批變 好不好 但是這個是我們全台灣 我們國家最需要的 好消息 生育率 對不對 馬上歡迎我們幾位 今天的重要的來賓 第一位 牙醫師準新手把鼻 趙國翔 歡迎 第二位是 即將破水當媽媽的 Apple 哈囉 大家好 婦產科醫師 洪志成 歡迎 小兒科醫師 歐淑娟 你好 大家好 兒童心理師 張榮斌 你好 朋友們好 最後一位也是新朋友 貝孕營養師 張雨昕 大家好 我們本關也會 最高層級的主任秘書 蔡上華 蔡女士 來公布一下 殿堂級的大獎有哪些 來 各位珍貴的居戶 在天地當中 我們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含了 雙人組還有 蜂巢乳膠床墊 以及熱紅掃拓機器人 多功能氣炸烤箱 和宜蘭凱渡海景房 希望大家可以用你的智力 來換取財力 智慧大風就是你 大家加油 我們準備要出發了 親愛的朋友 第一回合 一分三十秒 在這邊二十四個信箱 一共有十五萬的智慧新幣 好 我們準備開始了 第一回合一致開箱 蔡竹蜜請出題 在肚子裡的胎兒 最容易聽到媽媽的聲音 還是爸爸的聲音 請唱答案 媽媽 Apple的手腳這麼快 我媽 小心喔 小心喔 當然是 一定是媽媽的聲音啊 這為什麼還要問什麼呢 對啊 因為媽媽每天 都會跟他講話 爸爸有時候根本懶得 跟他講話 你只要回答題目就好了 講太多了 你們夫妻相處的親密程度 或者我直接不需要講 好不好 你這樣對孩子並沒有幫助 肚子現在有點緊了 請揭曉 第一題耶 這不是... 畫嗎這個 Apple首開記錄 請選擇 我要選 八樓之六 準備開箱 大小 一萬六 二十四個信箱 超過一萬的 你應該不超過四分之一 對 你不是說現在還沒有什麼 戴財的寶寶 戴財的寶寶 你剛剛不是說 現在還沒什麼高的金額嗎 真的很高 對 只有四分之一是 一萬以上的耶 來 戴財的 加油 代替我戴財的來 來 不好意思 來 準備 請出下一題 為預防殖命部位 反覆感染 念珠菌 建議要多用減性肥皂 還是 非經期盡量不用互電 請跟他 邵國祥 我竟然搶到 你竟然搶到這一題 你很了解是不是 來 非經期盡量不用互電 為什麼 就是保持它通風吧 這樣子喔 對啊 減性肥皂有時候 它可能過度的清潔 反而會造成 細菌更容易的滋生 不錯 牙醫也懂這些 蠻好的 請揭曉 掌聲鼓 好 其實不少女生朋友 都很常受到 念珠菌感擾所苦 因為念珠菌 其實基本上就是在 我們的陰道當中 這個好菌跟壞菌的平衡 被破壞掉了 因此就會容易 可能會有一些 這個分泌物增加 搔癢不適的狀況 所以要提醒喔 像是我們的陰道 它屬於一個弱酸性的環境 在清潔的時候 盡量不要用鹼性的東西 而且用一些比較溫和的 這個清潔的保養品 那另外呢 像是如果不是月經的期間 盡量就要讓自己的下半身 保持比較乾爽 同縫 所以盡量不要使用護墊 以及在這個平常 也可以少吃太甜的東西 因為糖分越高 也比較容易 會造成念珠菌的增生 國祥 國神呼叫國祥 我選八樓之一 你真的想跟它保持距離對不對 離很遠耶 還真的要對角線 水塔邊 準備開箱 一半 七千元 也不錯 很不錯 再說一下 對 女性懷孕之後 容易會出現乾斑 主要是因為乾功能不好 黑是 黑色素沉澱 請選擇 張龍斌 黑色素沉澱 對 黑色素沉澱 請介紹 對 太棒了 今天的男生 真的 非常好 乾斑其實跟我們的乾功能好 壞是沒有關係的 那它之所以叫做乾斑 是因為它就很像是這個 煮熟被切片的豬肝的 這樣的一個顏色 那其實事實上呢 在很多孕期的媽咪 就很容易會出現乾斑 在我們的面頰 顴骨的部位 然後就像是這個蝴蝶鑽 的這個斑紋一樣 那通常來講呢 可能可以用一些口服啊 或者是外用的藥啊 或是蕾式的方式去除乾斑 請選擇 什麼 完蛋了 帳單幫幫忙 這麼巧 你就抽到隔壁的帳單 沒關係 這是抽到淑娟姐的帳單 對 食材添購 五千兩百九十億元 這是哪 這是家裡面的食材啊 誰的 整個月 一個月的菜錢 對 這便宜了吧 你一個人住啊 沒有 就是我沒有 沒有算進外食的 只有算買菜的 家裡面需要的 就是一次買 就把冰箱給裝滿了這樣子 差不多是這個概念 那吃的算是滿節約的 外食另外算了 菜錢五千二對不對 但是外食一萬五 跑不掉吧 差不多吧 吃一攤就兩千 三千 跑不掉啊 對 吃一攤 你伙食好好喔 你才要兩三千啊 那要吃好 差不多算了 你攤開到攤提一下嘛 來 再出 謝謝你 中醫常會提到的公寒 它指的是子宮溫度太低 還是子宮的功能不足 請請答 有 張雨昕 謝謝 張雨昕 來 子宮的溫度太低 因為公寒嘛 就是子宮很寒冷嘛 我覺得不是 妳就直翻啦 來 請揭曉 好 一定要跟大家說 女生朋友很想聽到公寒這兩個字 這也代表我們的子宮 卵巢的機能出現了一些障礙 但它並不是說它很寒冷溫度低 而是體質整體來說是比較虛寒的 也就是說在這個 我們的骨盆腔這個地方 可能血液循環並不是這麼好 那有哪一些公寒 常常會發生的一些症狀呢 比如說你可能會 月經的時間不規律啊 或是月經的時間比較短啊 甚至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殖功能 甚至更嚴重的話會不孕喔 因此呢 要建議女生朋友 如果妳要避免公寒 平常要少吃生冷的食物 然後以及呢 多運動 規律運動 讓它的血液循環帶起來 然後可以吃一些比較溫熱的東西 比如說妳可以喝一些薑茶啊 紅棗啊 補氣啊 這些食物 但是如果太燥的話 可能就會口乾舌燥 或者是有一些這個 口部的這些瘡出現的時候呢 就又要再注意一下身體的調理 就可以再吃回一些平性的食物了 再注下一題 寶寶雖然年紀增長 會發展不同的移味能力 一般來說 先會翻滾還是匍匐 請看 趙國翔 瞧不到 趙國翔 先會翻滾 你剛剛在想什麼 你在想你小時候的經驗嗎 沒有我在想的是 他在想他怎麼會按得到 因為寶寶 我按到我確實嚇到 嚇到他 對 寶寶 因為他一開始是躺在嬰兒床裡面 所以他應該是先學會翻滾 感覺是 對 因為匍匐的話 感覺是他的手腳的肌肉 小的肌肉要發育 到一定的程度 才會這樣子爬行 匍匐 最簡單的是 匍匐頭要抬起來 對 頸子還沒硬呢 他怎麼爬啊 他這樣小朋友 他雷纏啊 嚕臉 嚕臉對不對 對 所以他脖子還沒硬啊 對 然後再者是 他躺在床上看到的世界 是這個角度 120度 80度 當他好奇 左右兩邊的時候 他就會看 看看他就轉 他就想轉 懂於是嗎 當他發現他可以轉很多的時候 他就想要看右邊 比如說右邊有聲音叫他 就去看右邊 那怎麼樣 他就想要轉過去 對 對耶 有沒有什麼意思 不要答案出來是匍匐 我們就完蛋了 是的話我道歉 因為你講得非常有道理耶 感覺是翻滾 他脖子還沒硬 他怎麼爬啊 對 請介紹 翻滾 這個寶寶他的移位能力 就是基本上他的活動啊 比如爬滾跑跳之類等等的 那其實呢 最剛開始是會先翻身 那翻身之後呢 才會翻滾 翻滾大概是五到七個半月左右 接著到八個多月的時候呢 就會匍匐開始前進了 那再大一點點喔 可能呢才會開始扶著戰力啊 倒真的會讓人家扶著 然後可以走路大概就要一歲 而可以自主走路 大約是一歲三個月 當然每一個寶寶他們的 這個成長的歷程 並不太一樣啦 那基本上呢 這個前後兩三個月 會學會這些技能 都算是滿正常的 來 智慧行臂 請選擇 我選五樓之物 準備開箱 加油 一萬元 哇 哇 你們兩個真的不錯啊 你們兩個 再出下一題 毛丁效應是指 人做決定的時候 容易受到既定印象 還是第一印象的影響 而做出錯誤的決定 請選擇 趙國翔今天特別好耶 怎麼搞的 又是你啊 來 既定印象 毛丁 為什麼不是第一印象 因為像我們牙科裡面有一個 像我們在做矯正的時候 常常會用毛這個字 就是它是穩定不動的 對 所以我在對這個 這個人做決定的時候 我對他有一個成見在 所以就是一個既定印象 那第一印象比較偏向是外 外觀啦 就是譬如說我覺得這個人很 很瘦 他可能吃得比較少 這是一種第一印象 或者像我看起來吃很多 是不是這意思 我不好意思講 我吃很好 已經講了 請你介紹 不知道對不對 YES 定 毛丁效應呢 它基本上就代表著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理上 都很容易會先入為主 所以呢 當然這對一個事情 你一剛開始 你一剛開始 你一剛開始就知道 他的最初始值 是一個什麼狀態之後呢 他的所有的演變 你都會容易拿最初始的狀態 去做一個 他的估算的評斷跟決策 來 再出 下去 根據衛福部調查顯示 各年齡層罹患牙周病 還是牙結石的比例最高 請跟他 紅之神 想到了 來 小心答 牙周病 各年齡層喔 我覺得是牙結石 各年齡層喔 這是我已經比較不熟的答案 我的天 他們打女生的身體 對啊 總是不讓我想到女生的 牙齒在你嘴巴裡這麼久咧 才算不熟 應該要知道的 來 請揭曉 牙結石 知道嗎 這個不應該打牙周病的 加油 還沒開張 還有三十一秒 大概剩下四題 可能不到 請一四題 基本進行 推出了迷你後背包 還是行李箱 用來裝小玩偶 超萌 而掀起了搶購熱潮 請教導 趙國祥好準喔 你這個最好就知道了 行李箱 算特別 行李箱嗎 請揭曉 你亂猜的 大家很喜歡去逛無印良品吧 他最近推出了一個很可愛的 迷你小背包 一個大概快三百塊錢 然後他的大小就是手掌大 所以他讓我們去夾娃娃 有些那種吊飾的小娃娃 他們這樣很流行 把他放在這種迷你包包裡面 然後那個概念就很像寶可夢 小智他不是會帶那個木木小 把他裝在背包裡面睡覺嗎 就是那個樣子超級可愛的 所以現在就掀起了一個熱潮 再說 下一題 辣味其實是一種痛覺 能不能夠吃辣 它是先天基因決定 還是後天可以訓練的 請請呢 彭他們兩夫妻太誇張了 怎麼都是兩個人 來 說話 能不能吃辣是先天基因決定的 所以它跟吃香菜一樣 是基因關係 對 我覺得 真的 因為不能吃香菜不就是 它也是缺乏某種基因 所以香菜的味道 對它來說可能是肥皂味 或是什麼味 他會不能理解 所以我覺得辣應該也是基因吧 我是辣就是後天的練 我一開始也不能吃啊 才慢慢練起來 但是搞不好是你本來就能吃辣 你不知道啊 請揭曉 後天啊 對 就是呢 有一些人呢 他愛吃辣 而且也能吃辣 因為呢 辣其實在我們的味覺當中呢 它其實是會觸動到我們的痛覺神經 那種很會吃辣的人呢 不代表他的忍受度比較高 而是呢 他比較能夠去享受辣帶來的那種刺激感 所以因此呢 他其實是可以後天訓練的 因為呢 當你的這個味覺啊 常常一直被這個吃辣的 這個痛覺的這個刺激之後呢 他就會久而久之 鈍化 甚至麻痺 甚至比較習慣他 你就可以越吃越辣 所以他是可以鍛鍊的喔 來 請助理 做好食物分配和計算熱量 何者為減重最重要的是 請教導 是不是太早了 莊榮斌 做好食物分配 計算熱量 計算熱量不重要 因為我過去減重的經驗 那重要的是 吃的內容物才是最重要的 那總熱量倒不是那麼重要 真的嗎 請介紹 掌聲鼓勵 漂亮 千萬不要做那種很極端的減重 比如說你都不吃東西 事實上呢 對我們的身體來講 它失去平衡 反而不一定能夠達到減重的效果 像是呢 如果我們不要舉到太極端的例子 同樣一個公斤數的人 那他如果一天攝取了1000大卡 但是他吃的多半都是澱粉 或者是油脂 那他其實很容易就囤積在我們的身體當中 但是如果你吃的大部分都是蛋白質 那他其實呢 在這個營養素上面的分配呢 對於我們的減重 是能夠受到更好的一個功效的 因此要建議大家 在減重的時候呢 依舊要注意飲食的均衡跟營養 來 準備脫貧 加油 七吃了 看起來就很像有帳單對不對 沒關係 準備開箱 兩千五千 離脫貧還差一步 最後一題 謝謝主題 懷孕期間太常使用酒精消毒 還是偶爾小酌喝紅酒 容易會導致胎兒酒精症候群 請進來 蘇娟開箱了 恭喜 但我不知道答案 什麼 可以打算 選一個 我猜是偶爾小酌喝紅酒 他也會有酒精症候群 好像太合理了 但是我們其實偶爾會建議孕婦 可以偶爾喝一點紅酒 真的假的 一天最多最多就是一杯 每天一杯其實還滿好的 真的 我都不敢喝耶 喝 每天喝一杯 喝半杯都行 半杯無所謂的啦 懷孕以後都完全會在打開 有人不喝一杯是因為他 喝了就停不下來 對不對 我碰到很多人都是這樣 這真的懷孕 我不能喝喝喝 我就停不下來 喝一瓶了這樣 請揭曉 漂亮 好 其實對於孕婦來講 盡量還是滴酒不沾為上 因為胎兒酒精症候群 就是會透過媽媽 在孕期的期間喝酒 的確會容易造成一些影響 那這些影響就包括了說 在未來啊 這個胎兒的出生之後 可能會影響到他大腦的發育 甚至會讓他生長得吃壞 而且容易造成一些自閉症等 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些 其他的問題跟疾病 所以還是要提醒這個孕媽咪們 在這個孕期期間呢 盡量不要喝酒 那有些人就會擔心說 那如果我吃三杯雞啊 麻油雞啊 裡頭還有加到一點點酒 會不會有所影響呢 如果是外食的話 很少量微量是還好 但如果是自己在家裡面做的話 就可以更改一下 他的烹調方式 來 歐數學 請選擇 六樓之六 感覺六六大順 六六大順 會選擇這個的都是迷信的 準備開箱 七千元 漂亮 多容易 對不對 大家獎金報告一下 一萬七千元 一萬六千元 洪志成應該得沒得分的可惜 但薄名利 歐數學生七千 然後張榮濱 負的兩千七百九十億元 張雨昕目前 繼續加油 重新開始 領先的兩位 就是這兩位 這兩位請成交交流 鼓勵一下 各位今天你們要再次領先 繼續加油 今天預支還不錯 好 來 進行第二回合 歡迎六位座戶 來到第二回合 打理時間還是一分三十秒 其實很快就過去了 好 現在的這二十四個新箱 已經來到二十萬 所以待會兒你會發現 這邊一大部分都在一萬以上 好 所以你們這些落後的 一下就上來了 請助理 血癌患者的免疫力較弱 為了避免感染 建議要使用鳳梨罐頭 還是帶皮水泥頭 請選啊 漂亮 張雨昕 建議使用鳳梨罐頭 因為鳳梨罐頭 它是有消毒過後的 罐頭都有消毒 然後帶皮水蜜桃 它那個皮外面 不可能洗乾淨 所以像我們以前 在醫院的時候 都會建議就是癌症患者 不要吃有帶 就是不能削皮的那種水果 請介紹 掌聲鼓勵 漂亮 好 血癌的病友 因為它的免疫系統比較弱 所以在吃東西的時候 也要特別的注意 比如在吃水果 我們最好可以選那種 要完整去皮 並且有低頭的水果 像是哪些水果 就是首選呢 比如說蘋果 梨子 香蕉 奇異果 這類的 它都可以完整的去皮 直接去吃到裡頭的果肉 那像是有一些水果 它就比較難清潔了 像是草莓很多人喜歡 但是它就很難 就把這個草莓顆粒 完整洗乾淨 還有葡萄跟釋加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要吃這些 比較困難去完整清潔的水果 還不如吃汗水果罐頭 因為它至少會經過消毒 所以像是水蜜桃罐頭 或是鳳梨罐頭 都是OK的 請選擇 八樓之三 八樓之三 首開記錄 加油 準備開箱 你搞沒耶你 鄰居棒棒棒 什麼 你們要為我們示範 什麼叫做鄰居棒棒 準備 你要收金還是收贏 收金 收金啊 好 就讀醫學院的住戶 組成了社區醫學俱樂部 官員會大方的包給他們 一萬兩千元的大紅包 就讀醫學院的請舉手 所以你們四位 每一個人各一萬二對不對 一萬二 各一萬二就不用玩了吧 不是一萬二給我 一二三四五 我因為這任主委 就走我沒有 眷屬不算是不是 這位民眾我在錄影不好意思 不要胡亂地打扮好不好 我這一屆官員會 我做得特別爽好不好 五個人不好分 一萬二我覺得屌一點 我就選整數 一個人三千 哇 耶 好不好 五個人 一選有五個人 一個人三千 家裡的 耶 很好 漂亮 曾祖偉大發慈悲 整個佛心一來 全部一片 大家都開張了 有數字 先給自己處理一下 耶 都有數字囉 就好玩囉 來 請出賽題 根據研究顯示 在家中排行老大的人 叫具有談判協商的能力 還是做事比較有條理 請出答案 Abel 我是老大 我覺得是 比較具有談判協商的能力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要聽爸爸講了什麼 交代下去 然後你要再聽小的什麼 然後想說要怎麼樣可以 瞞得住 不要 你們是一窩子 因為我老大 我覺得會指使下面的 妳的談判協商能力不錯 是吧 我覺得 因為我做事好像 有條理嗎 好像沒有 請揭曉 是吧 對啊 這是一個大數據分析 基本上如果在家中排行老大的人 他從小應該會更外向 而且普遍智商也會比其他的兄弟姐妹 這真的 他同時也會有一些管理的能力 也比較有領導力 同時做事認真負責有條理 但是身為老二 他其實有一個很好的個人特質 因為他可能上有兄弟姐妹 然後下又有些弟弟妹妹 所以他居中就必須要比較容易協調 然後會比較談判力更強一點 所以這也是身為老二 比較會處世圓榮之道 剛才說到的老大 老大其實比較有條理 是因為他被要求的特別多 你忽略這一點 老大是一家的孩子 兩個孩子 老大第一個出來 第二個 除非隔年生 否則一定差兩三歲以上 他會被要求的特別多 而且他要做榜樣 所以他的條理的狀態 是比孩子下面的 會比較放縱一些 弟弟妹妹都比較放縱一點 懂我意思嗎 我們是特別的家庭 我好像比較放縱 對 那我別還跟妳講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好 再出下一題 好 五月四日為牙醫師節的由來 是台灣所謂牙醫師的誕辰 還是日語助牙的諧音 聽聽聽到 Evo 又是我嗎 不好意思囉 是我講到 應該是所謂那個 是那個日語助牙的諧音 台灣五月四號牙醫師節的由來 在我講你知道嗎 我知道 因為我有發過一篇文章 是在寫的 真的假的 我沒看 日語助牙的諧音 那對啊 我答對了 助牙諧音 牙醫師節是你決定的啊 不是啦 不是我決定的啦 這是台灣 台灣還是全球 五月四號是台灣 日語助牙的諧音 嗎 接腳 為什麼這是看你的文章 五月四號 為什麼是牙醫師節呢 因為在日語的助牙是 那他聽起來呢 就像日語發音當中的 五四吧 所以呢 就五月四號 作為牙醫師節 一個慶祝的日子 趙國祥 不是 Evo 我說趙國祥 你看看Evo怎麼選 來 我要選 六樓之四 開箱準備 太好的吧 多少 六千元 很好啊 不錯吧 沒有啦 第二盒一盒 都算少了 算低了是不是 少了 低於八千都算少了 沒關係 還有一些更欺人的數字 不要著急 還有 請出題 皮拉提斯訓練的時候 正確的呼吸方式為 複式呼吸法 還是胸式呼吸法 請看答案 張雨昕 複式呼吸法 這個 我覺得是複式呼吸法 有什麼會要求人家 用胸式呼吸我真的好好使用 可是瑜伽都是複式呼吸 都是啊 但皮拉提斯的訓練系統 它會強調的是橫隔 核心肌群的訓練 橫隔是最主要的呼吸肌 然後要胸廓擴張 所以是胸肌啊 就是橫隔肌 所以是胸式呼吸啊 對 所以我覺得是 胸式呼吸 所以妳又練瑜伽喔 對 我練皮拉提斯 練皮拉提斯啊 對 那他還應該這樣 請接下 真的是胸式 真的耶 腹式呼吸跟胸式呼吸 有什麼樣的一個差別呢 如果是腹式呼吸法 就是呢 妳從頭到尾都是用鼻子 來進行吸吐 那如果是胸式呼吸呢 它又叫橫向呼吸法 所以它就是用鼻子吸氣 嘴巴吐氣 那很有趣的是呢 當妳做瑜伽喔 要用的是腹式呼吸 但躺如果妳要做的是皮拉提斯 因為它從頭到尾 妳的腹部核心 都是必須要用力 一刻都不能放鬆 所以因此在這個時候呢 要用的是胸式呼吸法喔 還有五十八秒 加油囉 再也出 下一題 美國心理學家分析 意見為彼得兔 還是跳跳虎 他的行為與過動症 有相似之處 請坐 Apple 跳跳虎 應該是吧 這是 這是送分題還是什麼 不會是限定 會不會限定 我只認識彼得兔 跳跳虎還不熟呢 跳跳虎小熊為你的啊 跳跳虎 請揭曉 這最後有什麼要問 心理學家很可愛 研究了小熊為你裡面的各種角色 然後分析其實他們都有一些心理疾病 像是跳跳虎 他就有過動症 因為他坐不住 而且老師都非常的衝動 然後注意力不集中 所以因此是比較過動而的 這樣的一個前兆喔 那像是裡頭不是有一隻小豬 是粉紅色的 然後常常都非常高度焦慮嗎 那隻小豬呢 他其實就是有焦慮症 然後因為他常常都是在一個高度 警覺的狀態 然後常常都覺得呢 心跳很加速很不安 再這樣下去 小豬很容易就會得憂鬱症喔 請選擇 我要選五樓之三 我們很像有一個兩萬 真的嗎 一個還是兩個很像很像 準備看一下 一萬三千一萬 一萬三千一萬 超級的 超級的 讓你接給別人玩好不好 好 好 洪志誠他家人都不知道他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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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志誠他家人都沒有 是... 來 請出下禮 女性洗澡水的水溫 通常會比男生還要燙 這個原因是因為 女性的脂肪量較多 還是汗線功能不同 請選擇 都是原因耶 哪一個 時間 我又想到一題我不知道的 我猜是 汗線功能不同 我覺得是脂肪 女性的脂肪量本來就比較多 這是事實啊 但是因為脂肪是保溫的功能 所以保溫又洗比較燙 我覺得這不合邏輯 所以我選汗線功能 汗線功能不同 請介紹 掌聲鼓勵 謝謝 好 男女生大不同 像在汗線的部分 女生的汗線比較多 而且密度也比較高 那同時女生正常來講 也是肌肉量比較少 體表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因此像是肌肉能產熱 但是體表是散熱 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女生比較容易 快速有效率的散熱 所以在洗澡的時候 我們可以接受 溫度比較高的水 那男生呢 他們在運動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比較容易 汗大顆大顆低下來 他們的散熱的功能 沒有女性這麼好 所以因此 他們的汗線的功能 是跟我們比較 微微不同的 歐時間 這次不要迷信 那七樓之二 這次不要迷信 七樓之二 準備開箱 不錯 一萬元 你看看是不是很輕鬆 你一共答對幾題 有沒有三題 兩題 兩題 你答對兩題就兩萬 你知道趙國翔 答了幾題嗎 他也是兩萬 我說不會答對兩題 你也答對兩題 兩百零九塊 對 光光不同走 來 請出下一題 HII7 高強度間歇訓練 包含了鋼管舞 還是跑步機快走 請下答 張雨昕 跑步機快走 吧 高強度 應該是鋼管舞啦 鋼管舞 因為鋼管其實在練習的時候 是高強度的 很難耶 鋼管舞很難耶 對 我後來才知道 你要能釘在上面 保持平衡 同時不容易滑下來 還要很耐痛 對 還耐痛 那個摩擦力很強 我練過 你有練對不對 對 我也練過 怕踩跑步機快走耶 請揭曉 鋼管舞 你為什麼會踩 你為什麼不踩鋼管舞 還是你覺得它很輕鬆 因為我說要間歇 間歇運動 鋼管舞算是 高強度 鋼管舞就是高強度又間歇 練習的時候很高強度 但是有一些動作轉換的時候 是沒有那麼 鋼管舞真的是一個 全身都要用力的運動 特別是要用到你的手臂 還有你的這個背肌腹肌 那其實基本上 它是一個非常高強度 同時它又有短暫的休息 所以就完全符合了高強度 間歇運動 你知道嗎 其實練鋼管舞 真的比較容易讓你 可以快速的射下來 因為它在這個同樣的時間 消耗的卡路裡 基本上是我們一般 跑步或是游泳的一倍以上 你太可惜了 32秒最後四題 請出題 好 副產的孕媽咪 產後想要運動 建議可以在產後一週 還是產後一個月再開始 請進檔 趙國翔確定了 產後一個月 這個也送分送產了 請揭曉 20個月 因為自然產的媽咪 然後他們的這個傷口 是在慧音部 所以基本上產後一週 就比較可以做一些 緩和的活動 然後也很快就可以下床 來進行這個正常的生活了 但如果頭腹產 的確傷口是比較深 而且呢 也會比較需要更長的一個 恢復時間 所以至少要修一個月以上 來 趙國翔 請選擇 我選七樓之六 七樓之六 今天 今天 很好的 準備開箱 怎麼樣 大獎 來喔 再出現 台灣第一個獲得 世界田徑總會金標籤認證的是 萬金石馬拉松 還是台北馬拉松 請這樣 沒有搶到囉 不吃到 我前幾天有經過 萬金石馬拉松 妳有參與過這個嗎 我沒有 妳知道什麼叫金標籤 這是一個賽 因為我前幾天才經過 萬金石馬拉松 這是一個賽 還是一個賽 一個 比是打到賽 還是滴到一個賽 一個賽 萬金石 萬金石是哪些地方 那個萬里 對講 金山石門 我們前幾天才經過 而且 妳去那去幹嘛 去拜他爸爸 拜他爸爸 對 照背背他 對 對 因為清明要到了嘛 我們去拜他爸爸 萬金石 金標籤 金錢腳 掌聲鼓勵 好 要告訴大家 本來這台北馬拉松 跟萬金石馬拉松的 都是精英標籤馬拉松 但是在2023年 這個萬金石馬拉松 已經升格變成了金標籤馬拉松 而台北馬拉松呢 則是在今年2024年的1月 才升等的 台北馬拉松辦好久了耶 我們 因為我在那邊去救救 我就去三年了 所以兩個都是金標籤 不過我不是去跑 我在終點煮麵給大家吃 很棒啊 可能那個麵很好吃耶 我自己糗的時候 你們笑聲要笑一點 我已經很不好意思了 好 你的麵好吃耶 但是有一個參賽者 他很熱情 他說他連續吃了我三年的麵 他把他的完賽的標籤送給我 他會發一個完賽的掛牌嗎 對 他說沒想到三年來 都那麼著急啊 送你 好 那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要下去跑 小號還是熱烈 Apple來 請 好 好 我要選 看一下喔 五樓之一 OK 準備 請開箱 拜託好的 還好 七千元 好 可以啦 加減 加減 請出下一題 專門咖啡放涼 會變酸的臉音之一 是因為咖啡的香氣揮發 還是咖啡因沉澱 請上 來 歐時間 我又搶到一題不會的 這很重要喔 這題你答對了 就有機會 就有機會挑戰他們了 不要笑 來 冷靜 香氣揮發了 所以變酸了 還是它咖啡因沉澱的變酸了 香氣揮發 因為香氣是嗅覺 變酸是味覺 但是我們品嘗味道 其實嗅覺味覺都會參與 所以我覺得如果它的一些 譬如它的什麼和果的香味 什麼花香蜜香揮發掉 可能它的酸味就會變得更突出 所以我猜香氣揮發 請揭曉 掌聲鼓勵 好 即使當這個咖啡 它的溫度比較接近 我們人體的溫度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容易 會感受到甜的味道 當它這個溫度降下來之後 我們就會比較容易感受到酸味 再加上即使當它從熱放到涼 這時候咖啡的香氣 會逐漸地揮發 當它這個香氣減弱了以後呢 酸也會變得更突出 來 請選擇 再迷信一回 八樓之六 會不會是鐵皮屋呢 應該是兩萬 違建 違建 準備開箱 還可以 一萬兩千一個人 好 有機會喔 歐時間 好 最後一題 謝謝你 助理 葡萄酒標準瓶制定為750毫升 是因為早期為了要方便或運輸送 還是度量單位的換算 請選擇 答案 答案什麼 度量單位換算 請接下 掌聲鼓勵 唉唷 妳好 對喔 好 到底為什麼我們看到的呢 這個酒 它的這個酒瓶是750毫升 其實這件事情在19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確立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波爾多酒 那時候法國的波爾多酒呢 它最常出口的國家就是英國 那因為呢 法國他們是用公升 英國呢 是用英智加倫 它的這個度量單的比例不一樣嘛 那當時呢 運過去裝波爾多酒的這個橡木桶 它的容量大概是225公升 那其實大概就是50英智加倫 所以呢 它剛剛好就可以裝300瓶750毫升的酒 所以呢就乾脆把這個酒瓶 都做成750毫升 來 趙國翔 還可以再選嗎 還可以再選 因為 妳要讓Apple知道 誰是這個家的主人 誰是我 妳輸他四千 瞧不起妳 那我選七樓之三 準備開箱 六千六百元 對 就要贏他一點點 對 真的贏我一點點 四萬四千六 這個在最近來講 算是很高的 真的啊 四萬四千六和四萬兩千元 這對夫妻今天 就是今天的優勝者 挑戰我們今天的冠軍爭奪賽 恭喜這對神雕俠律 今天銳不可當 好 從一開始就表現很旺盛的戰鬥力 只有十八個信箱裡面 只有家沒有減 但是你們兩個人 就自己拚自己的 自己的運氣 只能保留兩次的數字 你們曉得的 對 好 來 趙國翔 一家之主 以兩千六勝出 你決定先打後打 先打 漂亮 帥 讓Apple知道誰是這家的主人 沒錯 怎麼幹嘛 趙國翔準備 請處理 不如出現腮奶硬塊 可以在胸部上敷 熱毛巾 還是冷藏的高麗菜 熱毛巾 錯 錯 高麗菜 你沒有上課 叫你要上課 Apple你知道啊 我有上課 上課怎麼說 課怎麼說 我以為你要問我英文 上課的英文 我嚇到 我說 妳上的那一堂課 他怎麼說的 我上的那一課 老師問我說 我就是打熱毛巾 老師說錯 是要敷冷的 要敷高麗菜 因為它是發炎現象 對不對 對 發炎現象 你不能再讓它熱敷 它會更塞 叫你來上課 你不上課 你以為生孩子 只有媽媽的事嗎 不好意思 那位民眾我在錄影 你們家裡的事情 出去再聊 出去再罵好不好 好 請揭曉 果然 果然 萬別發球 我覺得這是熊躁 你小心 熊躁喔 來 Apple準備 謝謝助理 想要減緩孕吐的狀況 起床可以先吃蘇打餅乾 還是一人湯 蘇打餅乾 請揭曉 請選擇 我要選 八樓之六 我一開始第一個選的 八樓之六 小小嗎 一萬一千五 好 先不留好了 後面妳這二十三秒 最多三題喔 妳知道 三題 沒關係 它應該 也不見得會對 如果關於一些母嬰的話 因為你們只差兩千六 所以這其實很容易過 對 你知道 不是差距很大 一萬一千五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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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軟 放棄 放棄 帥波箱準備 請助理 第三大舊齒是六歲齒 還是智齒 六歲齒 我答錯了 妳答錯了啦 拜拜 拜拜 我看錯了 我看錯了 我怎麼會答那個人 是最後一顆啊 沒有 因為我剛剛看成第一大舊齒 我不知道在想什麼 六歲齒 請揭曉 我剛剛看成第一大舊齒 沒關係 大家知道他會啦 Apple準備 請助理 絲絲入口 原來是形容髮量 黑色紡織技術 髮量 是吧 應該是紡織技術 有點猜啦 請揭曉 我 放棄技術 趙國祉獎準備 請助理 不然太丟臉 不要浪費秒數 索片拍的 暗部就班 請接獎 請選擇 好好想 你選一個一萬八以上 他就不用比了 五樓之五 這是你的最後一題 你知道嗎 沒有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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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層樓啊 我說了 樓是嗎 好 你冷靜 八樓之一 水塔邊 為什麼要離我這麼遠 加油 你贏了 真的 兩萬元 加 這是你唯一加的一集 對 他也沒秒數了 你們現在的落差是 兩萬四千六 兩萬兩千六 你抽到兩萬三以上贏 逆轉 請助理 紅酒咖啡是咖啡還是紅酒 紅酒 咖啡 太緊張了 我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紅酒咖啡是咖啡還是紅酒 咖啡 應該是咖啡 澀香咖啡是澀香還是紅酒 還是咖啡 是澀香 他會騙你怎麼說咖啡 紅酒咖啡是咖啡還是紅酒 送紅酒 紅酒 紅酒咖啡啦 請揭曉 完了 當媽媽好鬧喔 懷孕以後好可怕 請助理 抽傷流血的時候 應該要先病敷還是熱敷 病敷 請揭曉 你要好好的選 請選擇 不是 你現在的勝算是 你可以保留兩次 對 所以哪怕這個再一萬多 下個再一萬多你就贏他了 對 但是都要答對 好 你說幾樓以上 六樓以上是不是 對 好 我要六 七樓之三 超過兩萬三就贏了 拜託 因為這裡面有兩個三萬 七樓之三 有嗎 你非要不可 一萬二 你非要不可 對不對 來加進去 所以現在是五萬四 你只差一萬 一萬零六百 就是我這題要答對 最後一題 好 請助理 過年時吃瓜子還是蘿蔔糕 有擺脫貧窮的意思 蘿蔔糕嗎 蘿蔔糕嗎 請介紹 六萬四千六 恭喜 趙國將獲勝 歡迎電視機前面的人間情愛男女 準時光臨 全民新攻略 夫妻就是合夥人 總能在某些時刻造就共同的利益 在維持漂亮的婚姻背後 都有一對入戲極深的最佳男女主角 接下來邀請到了六位婚姻中的戲精 誰能聯手走到完美的結局呢 歡迎三大戰隊 今天第一組是夫妻檔新手的爸媽夫妻組合 果果 范江彥峰 歡迎兩位 第二組是雙婆媽的姐妹檔 還有異國姻緣在裡面 岳婷 甄莉 歡迎兩位 第三組是婦產科的夫妻檔 曾義文 鍾濟賢 歡迎兩位 今天說到的六位都是生活中 婚姻中的戲精 所以我們明天要講講 跟生活家裡有關係的事情 好 年關將近 這件事情我想大家值得共同重視 好 根據專家的研究指出 地表最強家政府爭奪戰 來囉 年終歲末大掃除日子將近 請寫出專家建議的 最佳掃除的順序 聽好 陽台 客廳 臥室 廚房 浴室 正確的打掃順序是什麼 前面是那個我們的選項 你可以再看一下 看好了 好 分別作答只有三十秒 計時開始 什麼 好好思考一下 這是自己打掃還是 自己打掃嗎 當然是自己打掃 時間到了 自己打掃的 這麼難 不是別人來家裡打掃 不是別人 我也是別人來家裡 不是家裡阿姨打掃對不對 家靜豪的女人就是任性 不是啦 我們想說請阿姨來打掃 先看看曾鈺雯跟鍾濟賢的答案 來 我們的順序 第一個是陽台 陽台 然後第二個是浴室 陽台玩得少浴室 再來 然後再來廚房 這個叫你阿姨的 然後客廳 客廳 然後臥室最後 你要翻過來 翻過來 陽台 浴室 然後廚房 臥室 最後是客廳 那你都沒有想要從裡面往外放射 對啊 就從裡面這樣掃 你們就這個順序啊 對啊 你們從臥室掃出去啊 對 第二個是浴室對不對 對 臥室 廚房 客廳 陽台 你們的答案呢 我們答案是廚房 我們覺得最髒的 就是油垢最難 清洗的先清洗 然後第二個再來就是浴室 因為浴室其實也是滿髒的 也會有黴菌之類的 對 然後一路打掃 再來就是一路打掃出去 因為我們的用意 是因為主要是請阿姨來 他就是掃到陽台就可以回去了 就不用再進來了 對 好周到 所以剛好 有時候等他掃到陽台 之後就唇邊下去了 對 就這樣 看來我打掃好了 對 那如果是我自己打掃的話 我可能最後就洗浴室啊 因為他想洗完浴室就洗 就順便洗澡 對 所以阿姨來打掃 是這個順序 我們現在沒有題目叫做阿姨來打掃 你剛剛講家政婦建議 那我想說是家政婦來打掃嘛 我們看中各位是最強家政婦 如果是你 對 正確答案是 臥室先拿到客廳 浴室 廚房 陽台 五 二 一 四 三 誰最接近 果果對不對 可見我們的概念是一樣 對 但是他是臥室先 對 對不對 臥室完了以後呢 先把浴室給搞清楚 客廳跟陽台最後 你們吃吧 客廳跟浴室相反 對 對 要不然你們這幾乎是很精采的 有那一道 他們對最多 對吧 對 好啦 果果恭喜 好 你們這組決定大力順序 誰做第一個位子 就我們好了 第二組呢 這邊 謝謝 這樣順過去吧 對 這樣順過去 這樣順過去 對 希望不會達到那裡 新宮內集合賽 請各位 大家好 我是女結束員崔勝華 進入到我們的 機會與命運賽制 提醒大家在機會賽 分成三個回合 坐在機會去 努力成為大體英雄 而在命運區決定的是 你們的獎金 最後只有 一組贏家 請開夢幻大門 這集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含了智慧投影機 攻擊床枕組 還有空氣清淨機 十萬大檔的部分 是英倫復古飲料櫃 二十萬大獎 是獄手溫感大師按摩椅 希望大家有機會 能夠把我們的獎品 通通帶回家喔 小果果準備 好 起 出題 對 這個好像比較是邏輯 但是我 印象中 我有看到爸爸手車這個東西 妳有看到 我好像有看到 但是 就是一個閃過去 所以並沒有看到內文 對 然後好像也不是很確定 這個東西是不是只是 未來希望有這個東西 還是什麼的 就是我印象中有看到爸爸手車 這四個字 不然其實我是比較想要選B 因為他比較合邏輯 就是 可能請 有問有答 所以你馬上解決問題 對 但是我就印象 媽媽手車上面有什麼 有那個停車卡 停車 媽媽手車上有停車卡 有啊 那個孕婦停車 孕婦停車位 新的吧 新的婦佑車位 新的媽媽手車 婦佑車位 再來 然後還有那個大便卡 不是 那是寶寶手車 不是 你這小孩才三個月 你忘了 媽媽手車還有什麼 接種疫苗的時間 那是寶寶手車 媽媽手車 媽媽手車是每個月 那個產檢的那個 對... 媽媽手車是懷孕的時候 對... 我這個小孩都18了 我都還記得 對... 好 我們就不研究這個 好 請介紹 請介紹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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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其實魏夫婦呢 現在要告訴大家 其實生兒孕女 絕對不是只有媽媽 一個人的事 因此呢 現在也推出了爸爸手冊 他也必須要了解 在整個運期當中 要怎麼照顧自己的太太 以及寶寶 因此在這個爸爸手冊裡頭呢 非常的圖文並茂 講了各種的資訊 也是希望爸爸能夠成為 一個神隊友 同時呢 裡頭也有很多 給爸爸的角度跟這個視角 去學習的一些部分 所以呢 其實如果呢 現在打算要當新手爸爸的人 不要忘記去領取喔 聽好 好 范江彥峰準備 一萬 在不能及時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很好 就是來過就是來過 一萬元 很好啦 繼續加油 好 來 請出下一題 我的答案是B 鎖定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感情狀況的話 其實是很多種 有些人是越吵越好 那有些人是 可能是溝通型的 但是這感情狀況 有各種的差異 對 就是有些人 越吵越好 生活經濟壓力影響更大 對 所以如果我覺得 滿意程度的話 應該就是 生活越少壓力 就是你 其他東西都可以溝通 只有壓力這個東西 是可能會比較影響 小腹難為五米之吹 對 比較影響心 沒錯 所以我們來賺奶粉錢了 現在有壓力 很樂觀 答對沒有 請介紹 希望 好 那媽祖的一個調查 在台灣呢 居然有七成以上的人 對於自己的性生活 是不滿意的 那到底為什麼不滿意呢 只有了前三名的因素 的第一名 就是感情狀況 畢竟你對這個人沒有愛 就很難可以跟他有心 那再來呢第二名就是 前戲的氣氛 對啦 就是太快直接切入重點 有時候女生也是不太滿意的 而第三呢 是男性的持久度 所以還是要建議大家 如果呢 一代性生活出了問題 然後呢你覺得 非常的郁郁寡歡 也可以趕快找醫生來諮商喔 可以 對啦 有感情還會好一點 要不然滿無聊的 對啊 我也已經超越性生活了 真的嗎 對 昇華了 對 昇華了 對 他們就是無性夫妻啊 對啊 現在無性夫妻在台灣比例很高耶 是嗎 很高 所以說感情基礎一定要好 對 要不然很容易就無性夫妻了 而且很早就無性夫妻了 對不對 不會啦 我們還是很幸福啦 你在 對 不要含著淚回答這個問題 對 達力拳轉移了 悅婷準備 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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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聊天思維大不同 不少人常常覺得被對方給據點了 請問男性在聊天帶有哪方面的特質 A 會有情緒感受 B 會有目的性 我的答案是B 準定 不假思索 好了解男人 不是... 因為這是我之前 因為我覺得 我有過這樣的感受 比如講說有一次我跟我的 我在拍戲的時候 我就跟陳婷 我就跟她... 因為我是演她的那個 演她 我們是Partner 我就有時候 因為我們一天到晚拍戲 我就跟她抱怨一下 我老公的事情了 然後她後面就會很生氣說 妳跟我講這些有什麼用 可是她要了解 我們女生只是... 只是...我只想發洩一下 我老公怎麼樣... 她說 妳老是跟我說這些 那我能怎麼幫妳 我就心裡想說 我沒有要妳幫我 所以我覺得女孩子說話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只是聊天 說完就好了 可是男生聽完了 他可能會覺得 我要有什麼事情的 幫助 對...幫助 這就是男女這兩種物種的差異 女人喜歡解決情緒 男人永遠喜歡解決問題 對 有時候我只提出一個問題來 我只是有個情緒 然後對方開始在幫我 這就是差別 對 這就是差別 就這樣嗎 請介紹 恭喜大家 好... 好 男生跟女生在意的點 真的不太一樣 有時候男生呢 他覺得他跟妳的對話呢 這個目的主要都是為了要解決問題 所以他的聊天的重點 都會一直在... 專注在這件事情上面 但女生有時候就是放得很輕鬆 只是想要閒聊而已 因此就會覺得不喜歡太有目的性 或者是講的東西 讓他覺得挺無趣的 最後就會據點你 來喔 小甄莉 一萬 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但選到最小 差兩個零 願廷準備 先移住下一題 不少女性為未來規劃動亂 請問紐約繩子中心數據顯示 多數女性先動亂的原因是 A 尚未走斷伴侶 B 職業生涯考量 都是原因 B 我的答案是B 順利 因為我覺得一個女人 她如果進入一個公司裡面 我不知道國內外都一樣 妳一定有一個爬升的過程 一個累積經驗的過程 這些時間可長可短 可是我們的女生的生理時鐘 是有限的 我可能三十歲的時候 我已經正要再往上爬的時候 可是我必須開始要準備要 結婚生子 那這一段時間一拉長 起碼就是五六年 所以我覺得尚未找到伴侶 甚至妳身邊都有伴侶了 妳都還可以做動軟這個動作 因為這是屬於妳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生涯考量 是現代的女性 妳把生孩子的這件事情 排在比較後面一點 或者等自己更有經歷更有實力 版圖更好的時候再來生孩子 曾以為人認同她的說法嗎 我覺得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女生 即使有伴侶沒伴侶 她也會覺得不一定要現在生 對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經濟壓力都滿大 或者是說想要拚未來 對 就覺得生一個小孩 就開始像睡超級一樣 他們想要更 睡超級 就可能經濟更穩固 所以他們想要延後 看來三位女性同胞已經達成共識 有人持相反意見嗎 會 我覺得是A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有這個動軟的 好像大多數都是沒有伴侶的 因為沒有找到伴侶 對 對 15 先把自己健康的軟 先把健康的軟子先留起來 對 對 對 是喔 她認為的名次 因為這絕對都是原因 只是哪個名字在前面而已 對 請 好 我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呢 優秀的女生越來越多 所以當然也不想要將就 所以結婚的年齡往後推 當然生育的年齡就會在更後面 但是畢竟女生 在這個婚育之前 可能都可以去測一下自己的AMH值 看一下自己的 目前的這個生殖的狀況 那如果的確已經生育功能 逐漸要變得比較低下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動軟 那如果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大概有這個將近八成左右 都是因為還沒有找到 想要踏入婚姻的那一半 所以乾脆先動軟 讓自己以後可以 多一個選擇性 好了 打地拳很輕鬆的就轉移了 安靜 安靜的轉移 這是一女文準備 好 好 建議助理 我的答案是B B所令 床有沒有這麼大 我想的是說 因為滿多人是分床睡 然後或是分房睡 沒有啦 人家就是一張床 不是分床睡 七十公分 如果這是另外一個人睡的話 七十公分都這咧 沒有這麼遠吧 差不多 因為三十在這裡 三十在這裡 七十有點遠 因為如果一個 這樣七十啊 如果一個床是那個 尺寸的話 它的寬大概是180 尺寸可以 180嗎 那個寬 所以兩個人 沒有啦 就算是尺寸尺 兩個這樣子背對背睡 也可以有七十公分 翻過去的話就有了 對 就有七十公分 翻過去的話說一百多 背對背 所以背對背睡 如果他睡那邊 你睡那邊 背對的話 背對背擁抱可怕 沒錯 來 請介紹 恭喜答對 同床共整 真的是維持一段 婚姻關係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而且如果兩個人 在睡覺的時候 還可以很緊緊的 貼在一起的話 也會讓感情更好 那這個滿意度大概 會有九成以上 可是你知道嗎 有一些夫妻他們會分房睡 分房睡 最擔心的是滿意度 除了會下降 而且不到七成之外 如果一旦兩個人吵架了 這個時候有時候 床頭吵 床擂合 你至少有一些肢體接觸 還比較容易和好 可是一旦分房睡 就會感情越來越淡 越分越遠 所以這點是要特別注意的 那縱使睡在一起呢 如果離的距離 超過了七十公分 也會讓你的滿意度 瞬間降到不到這個2% 來 鍾濟賢 有做功課嗎 有 這剛退伍是不是 很有精神 對 很開心 一萬放在 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選錯了邊 當場少兩個0 但邏輯是正確的 請出下一題 胃排空是指食物停留在胃的時間 也就是所謂的飽足感 請問哪一種食物 胃排空的時間比較長 A 義大利麵 B 夾肉三明治 我的答案是B B 鎖定 請解釋 因為其實如果是純澱粉的話 它可能消化就會比較快消化 像義大利麵都澱粉類比較多 但是夾肉三明治 因為它裡面有肉 它裡面有蛋白質 所以它的整個胃排空時間 應該會拉得比較久 我是這樣想的 請介紹 恭喜答對 如果你想要減肥的話 這個非常重要 一定要聽清楚喔 因為有時候你會覺得 吃有一些東西 它真的很容易讓你變胖 而且又很容易再餓 像是義大利麵 你知道嗎 一份義大利麵 至少它的熱量就有800大卡 但是因為麵 它其實很快就會消化完 大概不到四小時 所以在四小時之後 你可能就會感覺到餓 又想吃東西 但是夾肉三明治 你大概要把它消化下去 大概要4.5小時 可是它的熱量只有355大卡 連一半都不到 所以它的飽足感是比較強的 所以因此也要建議大家 如果你想要減重的話 記得一定要肉 菜 飯都吃 那這些可以讓你保持 飽足感維持得更長 比如說你吃一般的便當好了 如果你把這三種東西 都吃到的話 它大概可以停留在 你的胃的時間 長達將近六個小時 可是也要跟大家講 像是吃飯的飽足感 會比吃麵還有酒 然後在肉類的選擇 吃豬肉 它的飽足感也會比牛跟羊 再更長一點 季賢哥 換你 你的按對 好 一萬 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恭喜你做到了 一萬元 曾以為加油 請請請請 中國大陸調查了民種 新冠疫情之後 感冒次數降低 請問多數人認為 是哪一種生活習慣 改變產生的呢 A 外出戴口罩 B 減少與人聚會用餐 好 哈囉 我的答案是B 準定 難選喔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 好像都很有道理耶 就是 難選啊 但是我覺得就是因為 疫情大家都很少接觸 然後因為是中國嘛 中國他們都封得很嚴格 然後他們幾乎都待在家裡 然後連送餐什麼都非常嚴格 所以我在想他們應該是因為 非常減少了聚會的關係 請問 來 接手 好 戴口罩 的確呢 因為這個新冠疫情 所以讓大家呢 現在感冒的資數也下降了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到哪裡都戴著口罩 當然接觸到病原的可能性 就降低 以及現在大家呢 不管做任何事情 都會先洗手 然後再噴酒精液 這點是第二點的原因 而第三點呢 也是大家也是 盡量降低減少不必要的聚餐 跟聚會啦 當然也是重要因素 請 果果準備 好 43秒 快一點有三題 好 請出題 近來環保意識高漲 根據台灣調查 請問民眾認為 NG的環保行為是什麼 A 冷氣開低溫 B 使用一次性塑膠 有 我的答案是A 準定 好難啊 這一題 一次性的塑膠製品 不覺得滿 覺得兩個都有滿NG的 應該都NG啦 對 只是 冷氣開低溫 蓋毛毯 這幹嘛呢 這個 對啊 不是很多人這樣子啊 對不對 甄莉 沒有啊 我還欠蓋涼被 可以嗎 而且你怕熱 對 我怕熱 怕怕熱 對 怕怕熱 請揭曉 漂亮 好意外喔 好 這個呢 就是要告訴大家 一個最NG的前三名的行為 真的是很不燙的 那就是呢 第一個 已經很冷了 還在開冷氣 當然就也容易造成 這個溫室效應越來越嚴重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在家裡頭呢 冷氣的溫度最好是定溫在 二十六到二十八度之間 如果還是覺得有點熱的話呢 可以搭配電風扇 那真的會環保很多 第二名其實就是 使用一次性的塑膠製品 第三就是補塑資源回收 來 半江準備 一萬在 不能提示的位置 金選擇 不能提示 一千元 對 多一個啊 少一個 來 請主題 我的答案是 來了 A 決定 因為我比較 我是有點刪去法 因為我覺得 畢竟 寶寶在吸的話 有可能是B 因為我覺得 只要一直在吸奶嘴 不就是會比較增加他牙齒 容易亂啊什麼的 所以才會說不要給小朋友吸奶嘴 所以我就覺得說 一直喝媽媽的奶奶感覺也會 不是啊 妳開始要講答案了嗎 減少寶寶助牙 因為比較沒有多餘的糖分 沒什麼把握 請介紹 好 之前有一些人說 這個呢 喝母乳會造成寶寶助牙 那其實這完全是迷思 要告訴大家呢 其實喝母乳 並不會增加寶寶助牙的機率 反而是對於咬合不振 能夠有一些矯正的功效 所以還是建議媽媽 在母乳當中有很多很營養的成分 如果可以的話呢 盡量輕味比較好喔 第一回合結束了 換 換 換 要換喔 對啊 給你換啊 可是我覺得你答很好耶 換啊 可是我覺得你愛得不好啊 我覺得你... 我再愛一次 你也不知道 大家都換嗎 兩家換 好 打理拳轉移 小甄莉準備 換我去 最懂美好生活 SAVA流行數位媒體 第二回合兩分鐘 請助理 我的答案是A 所以 為何 因為 要影響 女兒也會影響啊 不會 因為女兒會撒嬌 爸爸看到女兒 他就軟了 所以他不會有憂鬱症 你家就這個狀況 對 他看到兒子憂鬱症就來 他不用 他不用自己有憂鬱症 他看到兒子就有憂鬱症 我很高興你都是這樣分享你的家裡 我就滿好的 我本來就是照我自己家裡狀況回答 我又不是專家 我覺得你賣夫其容的能力滿強的 開玩笑 我本來就靠老公賺錢啦 請 接下來 好 父母親的身教對孩子的影響很大 而且不是只有媽媽會有產後憂鬱症 其實爸爸也會 而且如果當爸爸有產後憂鬱症 那對於兒子的影響是更明顯的 這個兒子他可能會特別的好動 然後有一些行為上面的問題 過度活躍 甚至也會出現社交障礙的比例 會大大的升高 好啦 月薇要頂準備 對 我應該 一樣是一百到一萬 一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但是命運像一模一樣 你們兩個人前撲後機的 就是要把一百塊找出來 我都不知道你們的堅持什麼 我怎麼選擇 再一百 曾莉準備 請處理 加油 好 女性錯誤的如側姿勢 當心會引發泌尿道感染 請問哪一種姿勢 最容易會殘留尿液 無法排空 A 前頸式的坐姿如側 B 半蹲姿勢如側 我的答案是B 主力 半蹲容易殘留尿液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我很難跟妳解釋耶 因為妳一定要這樣子做過 妳才會有感覺耶 我想像力很好 妳說 因為女生妳知道嗎 前頸式 因為等於就是有點半蹲的 就不要碰到那個馬桶蓋 所以它其實是往前的 它比較不會往後 不會到後面 所以就比較不容易感染 因為女生有三個孔嘛 有三個嘛 對 那如果說你是半蹲 就是整個這樣做 那它就是往下 它自然就會往回流 這樣子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雖然我們這裡有專家 她答對了嗎 還有道理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選 可是是因為 我們都會衛教我們的病人說 請他們不要為了怕 不小心屁股碰到馬桶蓋 然後就用前頸 那是因為 那個角度可能排尿 會排得比較不乾淨 前頸反而排得不乾淨 對 因為它就會整個 有點Hold住 沒有辦法好好的 而且它前頸是半蹲 對 它前頸是還是坐的 是坐上去的 半蹲就是沒碰到的 就坐然後往前頸 那應該是B 應該是B 請介紹 恭喜答對 謝謝 你會... 好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有坐式的廁所 或者是蹲式的廁所 如果是蹲式廁所的話 它其實可以幫助我們的 把尿液都排空得比較順利 但是如果是那一種 坐式的馬桶 還是要建議大家 不要因為覺得說 擔心在外面的馬桶蓋不乾淨 所以就不願意坐下來 因為如果你是懸空的 這樣的方式尿液的話 你有很多的尿液 都沒有辦法順利的排空 而且同時也會讓你的這個 尿液的 這個出來的速度 變得比較緩慢一點 那所以呢 其實用這樣的一個坐姿 是比較不恰當的 岳小玲準備 一萬在 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一萬元 繼續囉 請出下一題 這個紅眼深美濃郁的 東央貢湯是 泰國知名美食 請問最初是什麼原因 而有了這項美食呢 要提升公主的食慾 要慶祝公主結婚 答案是A 鎖定 最初是為了提升公主的食慾 因為我愛喝湯 我覺得就是 因為又是熱湯 你又要讓她喝入口 因為其實熱的地方 你還要再喝熱湯 你會覺得更熱 可是呢 為什麼讓她喝 就因為她是紅色 因為慶祝公主結婚啊 不會這麼簡單 你們會出這麼簡單的題目 要提升公主 怎麼可能 請接下 其實呢 這個泰國非常知名 叫東央貢 那它呢 其實前面代表酸辣 而貢代表著蝦 所以就是酸辣蝦糖 喝了一個還滿有趣的 這個流程 就是說當初呢 因為公主啊 因為生病了 所以就一直食慾不振 不管呢 這個浴廚做了多少的山間海味 她就是不想吃 所以後來他們乾脆做了一道 又酸又辣 以後又加了很多的香料的湯品 沒想到呢 讓公主呢 就開始願意吃飯了 因此呢 國王就非常非常的開心 而現在呢 她也是泰國的國湯 一萬 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五千元 耶 你很好啊 電好耶 謝謝你 出席 根據美國研究 70歲以上的老年人 進行哪一種活動 對於提升腦部 認知能力的效果更好 A 打電玩 B 玩甜字遊戲 B 玩甜字遊戲 總理 可是甜字她不知道就不知道 就卡在那裡了 怎麼辦 可是她會想啊 對啊 她就是要思考啊 她慢慢去想啊 沒看到那個 打電玩可以練反應耶 因為美國很多美劇 看到那種老人家 都在玩甜字遊戲啊 而且你知道打電玩 他們一定不會選擇 因為打電玩傷眼睛 請揭曉 你很有想像 好厲害耶 厲害耶 剛剛比亞大學他們做了一個實驗呢 就是讓兩組不一樣的老年人 他們一組是玩甜字遊戲 另外一組是玩電動 本來這些科學家他們是預測說 照理說玩電動 可能會讓他們的刺激腦部的發展 也可以讓他的這個手指 變得更靈活 應該會更有效果 結果沒有想到 是甜字遊戲比較有效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老人家有時候呢 對於現在新型的電動遊戲 他不是那麼的熟悉 所以刺激效果就有效 而甜字遊戲呢 對他們來講很熟悉 真的可以促進思考 岳小丁準備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是 但我懂了以後發現什麼 恭喜兩萬元 請出下一題 美國剛年期一選期開恩子 針對了女性更年期做研究 請問女性停經第一年 男一種症狀最嚴重 A 記憶力退化 B 情緒起伏大 我的答案是 B 鎖定 想那麼久 因為這兩個都有 對 這兩個都會有 妳都有是嗎 對 我還沒 我在想我的朋友 她的狀況哪一個比較嚴重 把他流眼淚嗎 我會說妳... 我正在更年期 情緒起伏大 對 退哭了 記憶力退化是未來的事情 就是慢慢的 他不會馬上 不會第一年就先開始 所以為什麼 跟小孩吵架 小孩跟妳說我現在叛逆期 然後媽媽就回答 我更年期 怎麼樣 兩個沒有 請介紹 整天的在講到 好 要告訴大家 其實更年期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的前額葉 還有海馬蕙 都會受到磁激素波動的影響 所以這個時候會影響到 我們的認知能力 以及記憶力 所以其實在更年期的時候 除了會有 熱潮紅 燒熱 心悸 甚至情緒波動 比較大的症狀之外 其實影響得很嚴重的 就是記憶力衰退 男人更年期是幾歲 那個中繼前 男生喔 其實男生沒有 沒有真的很明顯的更年期 他其實就是持續退化 女性是因為 荷爾蒙會消失 卵巢爆消之後 你這樣講的 你這樣比較 你比較安慰人 男的其實沒有什麼更年期 他就是持續退化 這個講得聽起來 可是他是很固定的 和緩 緩坡 女生是 有一點是 下來之後有一個 懸崖式的掉落 對啊 是 我現在真的記憶力超差 就像你剛剛這樣子問我一次 我根本就 出門老在找東西 其實我今年也有感覺 我是不知道是更年級還是確診 你應該確診 你也是確診 所以你是直訓嘛 你不是段落式的 所以你是確診 我是直訓 直訓 你又剛好碰到老霧 就這樣子 然後再下去 掉下去了 對... 謝謝 曾鈺文準備 謝謝主題 許多父母都想了解 小孩的過敏源 醫生建議 有氣喘的小孩幾歲之後 去檢測過敏源 比較適合呢 A 1歲 B 3歲 我答案是B 準定 應該 不過為什麼不越早越好 因為我只是想 印象中好像 就是兩歲之前 她的身體都還在接觸這個環境 然後所以她對於這個環境 她都會有很多很多的變化 那時候測起來可能都不太準 然後她年紀更大一點 她可能就是免疫系統 會越來越成熟 所以可能會比較準一點 我贊成 因為我女兒在1歲前 就是快滿1歲的時候 我有帶她去做過過敏源檢測 因為她就是會過敏 所以大家特別去做 做了以後那個人 醫生就講 她對牛奶過敏 我說可是她現在主食就牛奶 那不要給她喝牛奶 是餓死她嗎 那醫生說 那妳就三歲以後再來 因為她說中間會變化 請... 來 恭喜答應 好 人好 好 小朋友呢 如果還有氣喘 或是過敏性鼻炎 建議爸爸媽媽 不用太早去做檢測 因為大概到兩到三歲之後 這些過敏源 才會逐漸地顯現出來 倒是 如果你的小孩 還是有異味性皮膚炎的話 則是要趕快就醫去做檢查 因為一旦耽誤了時間 很可能會造成皮膚上面的缺損 跟一些其他的問題喔 中繼先準備 兩千到兩萬有加零 兩萬在不能提示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恭喜兩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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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題 梅斗公物 求偶食的不同的調情方式 請問熊龜想要對雌龜調情的話 會怎麼做呢 A 用嘴咬對方的尾巴 B 用手搔癢對方 B 用手搔癢對方 我的答案是A 主題 鬼 妳見過這個畫面嗎 沒有耶 我只在想說 如果他是用手去上的對方 那個磁龜可能會感覺不到 然後就也沒有注意到他 但是他如果是用嘴巴去咬的話 那磁龜可能就會 我嚇到了 原來有一隻熊龜在這裡 我想說那個手可能會比較沒感覺 因為他們不是都這樣回來回去嗎 所以他們可能要咬一下 比較有感覺 然後就原來有一隻熊龜要來找 手會沒感覺 嘴巴才會有感覺 就是他可能咬到他的尾巴 他會覺得有點痛痛 嚇一跳 這樣刺激 比較刺激 我是這樣想 對 請揭曉 用手搔癢對方才可以 好 這個熊龜 當他想要跟磁龜調情的時候 他會想要跟他耳病撕磨一飛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會他的頭部或是頸部 在那裡蹭啊蹭 在那邊摩擦搔癢 就是希望讓他可以感覺到 他對他洶湧的愛意 而另外像是招潮線 他的方式就不太一樣了 他們會舉起他的很大的這個鉗子 除了一般平常的時間 可以嚇阻敵人之外呢 也可以展現自己的熊壯威武 讓磁線對他產生興趣 第二回合結束 三人準備獎金 沒想到剛才一馬上說的果果 在范江這邊原地踏步 對啊 一萬一千元 月庭 甄莉奔上來了 三萬五千兩百元 曾義文 鍾濟賢 緊追在後三萬零一百元 范江準備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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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攻略最終戰請助理 我的答案是 B 鎖定 聽第三方朋友的利劍 不會有什麼旁觀者親的效果嗎 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覺得 兩個人的事情 只有兩個人自己知道 就很多事情是別人沒有辦法 知道一些 情感亮紅燈不就是找不到溝通的方式 和頻率對不上 我覺得是A耶 果果選A啊 太好了 你們要不要尋求第三方的溝通 你啊 就你啦 公正人 對不起 已經亮起紅燈了 意見不同 現在他們要溝通一下 就是第三方 陳哥請幫我們調節一下 CMio 妳為什麼覺得是A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如果說有問題 一定就是可能 兩方立場不同 對啊 所以你有時候有第三方 可以聽 給一些意見 當然是要是好的啦 所以我覺得是 像找那種心理諮詢師那種 就滿好的 就是你要有第三方的人 給你不同的意見 兩個人都有不同的角度這樣 請揭曉 好 好 夫妻之前 如果出現問題的話 千萬不要去找什麼閨蜜 或者是你的好哥們來訴苦 因為兩個人的問題 其實就是你們兩個最清楚 透過其實第三方給的意見 都並不一定正確 他又不是你的另一半 他怎麼會知道 他真實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他多半給出來的 都是對於他自己本人 有利的一些意見 甚至有時候 男生可能去找女性的朋友 談的時候 可能談著談著 就談出感情來了 所以呢 其實專業的心理諮詢 甚至建議 夫妻之間的諮商跟溝通 才是能夠解決根源的辦法 果果準備 小心喔 加油 兩千到兩萬有歸零 保重 請選擇 恭喜 恭喜對不對 真的 相信自己 我都不敢相信 規定這個 請出下一題 攻擊問題 一直是大家重視的議題 根據國外市調機構的調查 哪一個國家的美洲公時最短 A 荷蘭 B 丹麥 我的答案是B 出力 猜的 丹麥是不是在 我地理不太好 丹麥是在北歐 對 因為我記得北歐是那個 福利 對 所以我 但是這是正邏輯 如果 有我跟上一題一樣的話 就完了 美洲公時最短呢 借贏 介紹 介紹告訴大家 丹麥跟荷蘭都很好 聽完你都會覺得好羨慕喔 因為在丹麥 他們是美洲公時最低的 居然只有三十七點二小時 他們一天工作 連八小時都不到 而荷蘭呢是三十七點三小時 所以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像是呢 非常非常知名的丹麥企業 就是樂高公司了 他們認為說呢 其實員工啊 在他們工作的工時不用長 那盡量能夠激發出創意 這樣是最重要的 因此呢 在那邊真的是一個幸福企業 國國 最少兩千 最多兩萬 有歸零 小心了 安心上路 請選 不可思議啊 這就是戲劇化的結果 好 漂亮 再兩萬 五萬 下圍跳跳龜 整個衝破一局衝破五萬 獎品是很漂亮的 獎品會很精采 你還有一題兩題的機會 對啊 來囉 謝謝你 來 中文夢境與大腦活動有關係 請問 根據研究顯示 哪一種性格特質的人 最容易會記得夢境的內容 A 注重自己外在的人 B 常做百日夢的人 現場三秒 我的答案是B B所令 剛剛好 其實我沒有辦法有根據 但是如果 就A是正邏輯 B是反邏輯 我是用 你是反邏輯 對 注意自己外在的人 為什麼容易記得夢境的內容 就可能比較容易 記得一些細節吧 但是常做百日夢的人 可能就是 因為這些東西 對他來說太 虛幻 就是我一天到晚都在做 所以 我本來就很習慣 虛幻的狀態 對 不切實際的狀態 對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我是這個意思 請揭曉 好 就是我們通常一個晚上 會做三到六個夢 每一個夢的時間 大概就在二十分鐘以內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 常常醒來之後 都不記得 今天晚上到底夢寫什麼了 主要的原因 有以下幾點 第一個 女生比男生更容易記得 第二個是當我們 在長大之後 記憶力慢慢衰退了以後 你當然也會比較 就是記不起這些夢 而第三個呢 是跟你這些生活習慣有關係 如果呢 你平常常做百日夢啊 腦內很常會 爆發一些小宇宙啊 常常會有一些 冥想的這些情況的話呢 會比較容易把它記得住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 關注在一些外在啊 或者呢 是就是 做事情比較實際一點的人 就比較不容易會記住 夢境裡頭的狀況 我國今天晚上 最後一個晴天霹靂的一案 就靠你了 你要歸零 玉婷 甄莉 直接递捕上來 你要再加個 一萬兩萬的 哇 你的薑餅可就精采了 最後一案 請選擇 你怎麼會 恭喜一萬元 過關 隔壁就是歸零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原本要按五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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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這樣 對 我擦你 我的心就跳出來 我真的原本要按五耶 真的 真的 一直想說五 好險喔 五就五了 一切就五了 六萬一千元 恭喜獲勝 來